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上个礼拜讲完的是两个知识社会学的重要的始祖人物 你可以看到知识社会学在最当初这些前辈想象的样子 那接下来呢 是想从这个时间轴上往前推 看看古代 尤其是西方或中国的古代 有些人的重要的人物的知识观 有什么样的这个说法 然后这些说法呢 是不是影响到后面的想法 或者可以没有影响的话 就是可以继续的发挥 那我以前呢 都不太把中国跟西方分开讲 在我讲历史的时候 都尽量合在一起讲 这次分开讲 是因为有些人的年代 不太能够确认 所以我想还是把它分开讲 这跟我的过去做法是不太一样 尤其这个 没有尤其了 就是先是这样 那今天在中国的部分讲的 我们大概只讲到这个 没有太远的地方 然后跟我有兴趣的东西有关系 这边稍微说明一下 这个以前你在学英文的时候 是以这个西方的纪年 是以耶稣诞生前后来分 所以诞生前叫BC 英文就是before Christ 诞生后叫AD 或者常常不用 叫做ano domino 就是主后在那个主 那因为这是基督宗教的传统 所以他是他的主 我们的主大概就清宫后面的主 跟奴才这种主 所以后来在宗教社会学里面 或者在宗教界慢慢地 也发现第一 这个耶稣的诞生不是那一年 好像还就是那一年的早四年 所以也不是before Christ 还有呢就是这个世界要和平的对话 特别是在宗教之间 或文明之间和平对话 那已经是习用了这个 所谓的西元或者公元的纪元方式 所以呢就把这个BC呢 变成BCE 就before这个C就不是Christ 而是common era 就是在这个大家所共同认定的那种纪元方式之前 所以叫BCE 那那个西元之后呢 当然就不用再记载了 因为不用不写的就代表是在 或者叫CE common era 大家共同认定的一个纪元法 当然也有人是用佛力 你如果在佛教徒今年佛力哪些年 但那个佛力的第一年 也不是佛陀诞生的年 因为佛陀诞生的年 是很不确定的 尤其印度的纪年的方式很不确定 所以那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方法 因为一直到最近 还有人觉得一般认定佛陀出生的 那个世纪都是错的 应该是比佛陀 比我们现在流行的时间 还要再晚一百年 那么原来佛陀就是比孔子要早 如果晚一百年 那他就是比孔子晚 所以这个 可是孔子的生族大概只有一两年的差异 佛陀的生族可以到一百年的差异 所以这个 反正也没有正确答案 所以 详细追究 除非有肯定的东西 不然也没有太大意义 这要说明一下 我这里要用到BCE 或者有时候用到CE的原因 但是我的讲义衡更了很多年 所以可能在某些地方并没有这样做 那就要更正一下 那孔子是在551年跟479年 西元前 或者是这个BCE 今年是你再加上2018 所以就是2569年 是这样算的 今年去庆祝孔子 2560年 但是这个是一个常用的算法 因为孔子的年有两个算法 一个是551 一个是552 如果是552的话 BCE 那他就今年就比一般的 既庆祝的年就要多一岁 这是一个 也可以说大的问题 也可以说小的问题 那孔子的说法 不完全在论语里面 在论语外面也有 那讲论语是比较容易的 他强调学跟思 但是这个因为时代的不同 我们现在强调的学 根据我们的经验 大概就是在学校念书 是这种学 那思的部分相对而言 在我们这个中华文化的教育 或者东方的教育里面 思的教育相对而言是比较少的 因为我们强调的 包括我这门课 都是老师授课 学生想什么 学生有什么问题 那大概都不在 不是我们的重点 那孔子就说 学而不思则物往 思而不学则代 那物往跟代都是不好的意思 那具体的 你可以去找书来看 就告诉你 学跟思是要并行的 不是你只有学 不去思考你学的东西 这个思有点像 这个现在所谓的反省 或反思的意思 那孔子也说过了 无常中日不食 一天到晚不吃饭 第一个他可能穷 第二个有兴趣的话 很多东西你可以不吃饭的 那跟现在的人讲 他大概有兴趣就是打游戏 打电动 那打电动到不吃饭的情况 这是比较能够了解 中夜不寝 不睡觉 那这个也跟打电动有关 以前孔子呢 没有电动可以打 他就是中日不食 中夜不寝 可见你在做 你喜欢的事情的时候 睡觉跟吃饭 相对人都可以不重要 当然这里面 还有一个年纪的前提 我这个年纪 已经不能中日不食 中夜不寝了 那个血汤太低 会送到急诊室 年轻的时候可以 以思 他也不行 就想一些 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 无意 这个没什么帮助 你光空想 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不如学也 所以学跟思 不能偏废 在这个意义上是这样 好 那孔子讲学讲最多 那学到底学什么 这个讲最多的是这一段 所以哀公问 哀公是孔子的老板 鲁哀公 你说他被逐世哀公 他生前当然不叫哀公 讲哀公 他死后 后人给他 根据他的德性 给他的一个嗜好 那哀公问 弟子除为好学 哎呦孔老师 你有那么多学生 号称弟子三千 然后成名的有七十二个人 那到底哪一个人最好学 这个很多人喜欢问这种问题 哎呀孙老师 你教书三十一年 现在网络上有你的课 你的弟子满天下 满华人世界 请问谁最好学 如果要问类似这样 孔子对约 对约就是下对上 所以这是一个记载的人都都很尊称 不是孔子约对上 鲁哀公司上 所以有延回者好学 哎呦我一个学生啊叫延回啊 延回又叫延渊 那个渊就是回的意思 就是那水到那里了 在那边打转 花莲叫回烂 这也是在那边打水 到那里会打转 这样的意思 有一个延回好学 说延回好学 这举例了 不迁怒不二过 他不会把一件事情 不高兴的事情 弄在另外一个事情上 一个人 他对一个人生气 某假生气 他不会再对某乙 这个迁怒 迁怒是一个很难的德性 那延回做到 不二过 延回不是不犯错的人 他也犯错 但他不犯两次错误 就表示他这个人 勇于改过 在孔子的想法里面 改过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德性 你要无过是非常困难的 几乎不可能的 孔子都有过 更何况其他人 不幸短命死 以今也则无 魏文浩学者也 可是他短命死 这个短命不是说 他寿命了什么 只有十几岁而几岁 不是短命就是 你在你的父亲之前 父母亲之前你死了 就是白法人送黑法人 这就叫短命 延回大概 他的年纪有十岁的差别 他差孔子三十岁 他大概在孔子七十岁左右死掉 所以差三十岁的话 延回好歹也有四十岁 如果再加一点 延回可能五十岁 但不管怎么样 延回死的时候 他的父亲都还在 所以说他短命不是因为他 哎呦啊 子活了二十岁 不是那样子 所以他短命死 以今也证 孔子的学生里面三千人 扣掉延回以后 没有这个好学的人 这好学不是说功课好啊 考第一名啊 不是 就是不迁路不二过 做人做得好 孔子在另外一地方 他说啊 自从延回到了我师门来以后 弟子一亲 大家的人际关系变得很好 因为有延回这个人物 所以他不是一个 只是在乎自己修身养性 对其他人都不在乎的人 他是一个有群德 有群力的人 知道如何让同学之间 建立良好的关系 那很可惜 这个话不在论语里面 那季康子也问过 季康子是孔子的直属老板 这是鲁国的三环 实际当政者 孔子认为这当然是不对的 但是鲁国当时政治就这样 说弟子说好学 孔子认为有些人会说好学 几乎是一样的 这边就少了不迁路不二过 只有这样子 所以很多人就论证 这个孔子的学不是读书而已 至少是做人 那我们今天的学 通常都不是做人 都是读书 只要你读书 考了好的大学 全世界都有顶尖大学 不同国家 那你就是成功了 你就是学问很好的人 这个到今天为止 都是这样子的问题 很可惜 那这里也有一个 我们再回过来看这学 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啊 这个重不是说体重啊 这是外表的庄重 跟自己对自己的尊重 你要尊重你自己 学则不顾 学就不会顾漏 这顾是顾漏的意思 你自己会尊敬别人 也会尊敬自己 然后不是靠着那种外形 来吓死人这样 那你的学 这个学显然跟生活做人有关 而不是跟读书有关 主中性 你要特别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要用中性 无有不如己者 无有不如己者 有两种解释 第一个就是不要交跟自己 不如自己的人 这是诸子的解释 但是那以前就有人说了 后来诸子这样解释 就有人怀疑 不要交跟自己 不如自己的朋友 那不如你 比你好的人 不是不会跟你交朋友吗 根据这个原则 比你差的人 你不跟他交朋友 比你好的人 他也不跟你交朋友啊 所以你交往的对象 就跟你差不多的人啊 这样谁能进步呢 不能进步嘛 所以无有不如己 应该是说 不要认为自己的朋友 在哪里不如你自己 每个人都有他的特长之处 这就像孟长君说的 鸡鸣果道之徒 在不同的时间 都能派上用场 所以无有不如己者 就会让你觉得 你跟另外一个人交往 你会学习欣赏他的长处 我觉得这个意义 是比较有意思的 至少让人跟人之间 不会因为差异 而受到排除或排挤 因为你是人 所以就可以被社会接纳 被人接纳 所以我比较喜欢这样的定义 过则误但改 你看这个犯错了 就不要怕改 但是怕 所以这里强调 你犯错了 不要掩饰啊 我们大部分人现在犯错 都先掩饰 政治人物特别是 犯了错 就把原因归到别人头上 都不是自己的错 这个就是孔子 这就是学啊 所以你这边讲到的学的内容 仔细看看 跟读书没有任何关系 都跟做人 做事有关系 好 那这里也是君子 食无求饱 居无求安 那吃饭 无求饱 就是说你不要把它吃到撑 特别孔子 知道这个逻辑 是不会去吃那吃到饱的 吃到饱浪费食物 因为你去了 你就觉得要把它赚回来 所以吃到撑都不是吃到饱 我们大部分人应该七分饱 八分饱就可以了 对胃也好 对身体也好 但吃到饱这个出来以后呢 大家为了所谓划算 我要把它吃垮 我要吃到这个 我的就花的钱的价值 所以很可惜 我上次不知道在哪里 听说有些国家 是不准有吃到饱 这个这样的生意已经 因为怕你浪费食物 还有你过多的需求 不需要 回到这 食物求饱 有的吃就好 不求温饱 不表示说 你一定要让自己饿肚子 不是这样 居无求安 有地方住就好了 不要要求很舒适 重点在后面 敏于事而胜于言 你对事情呢 平常就要去深思 这个事情 如果我来做 会怎么做 要怎么做比较好 所以你有考虑过以后 你做事就会快 而不是一味地求快 而不考虑到事情的 来龙去脉 肾于言 讲话要非常小心 因为这个肾言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最近这个流行的剧 叫做 《言习攻略》 《言习攻略》的女主角 叫吴锦言 你看锦言盛行 就是很重要的 但是他有没有锦言盛行 就不知道 这锦言 这很重要 肾于言也是一样的意思 旧有道而正言 就是你要跟那种 有本事的人 特别是独守正道的人 正直的人 你要去跟他请教 你做的事情 是否恰当 所以旧有道而正言 也是很重要的 这都是学的内容 可谓好学也一意 所以像现在 你在学校里学习 适应学校的安排 你是什么系的 你修什么课 好像你都没得选择 我觉得这是一个 比较可惜的 虽然有选修课 但大部分又碍于你的时间 或你的科系 有的老师也不收你 所以这就有道而正言这一点 基本上是不太容易实现的 在现在的 不管大学或什么 我觉得很可惜 我觉得比较理想的大学 第一应该全部免费 第二应该你可以自由选课 选完以后四年 你可以根据某个系的要求 看看你选的课 是不是可以得到 那个系的证书 譬如我们在台湾 128学分 128学分 譬如说你都修完了 然后你这课呢 可以得到社会系的学位 你就可以申请一个社会系的学位 你可以得到另外一个系的学位 你就可以申请另外一个 你毕业的时候可以两张证书 而不是被系绑住 你要我的系 你根据你的兴趣为主 因为有时候系规定的课 不一定是你的兴趣 不一定是你的兴趣 可能对那学科很重要 或更退而求其次 有些认为对老师的职业保障很重要 那就已经是 不是教育的目的了 所以在大学里面 大家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兴趣 应该有机会跟自己喜欢的老师去学习 这才是重要的 就有到政烟 以前的人是要去访学的 哪个人有学位 你要到他家去 要去拜师的 而不是你就坐下来 现在比较消费主义了 好像觉得知识 只要我出钱 我就是消费者 你就得提供什么 我觉得在美国 又感觉到有比较多这样的意思 在中华文化的影响之下 大家对老师还是有一点点基本的尊重 那这个十四之一 你看孔子认为自己强的是什么 强的是好学 因为十四之一 就是在有时间房子的这种地方 就是小地方了 必有忠信如谋者也 这个丘呢 如果你按照尊重他的念法 你就不能把丘念出来 你就把这次念成谋 我受的教育 这个古典教育 是要把它念谋的 所以一定有像我这样忠信的人 所以忠信不是很特别的事情 很多人都很忠信 不念书的人都会强调 中间性 你的家教或你的文化 可是呢要找 跟比我好学的人 那真的很难找 好学 所以这好学不是只有念书 孔子的时候 那个纸还没发明 如果有大概都是竹简 那个竹简 你如果有机会 你去看一下真的竹简 那个真的不得了了 那个要占很大空间了 孔子如果爱读书 他加大概就一堆竹简 那个大概装不下了 所以这个应该跟好学 也应该读书没有关系 好这里呢说这个君子 博学于文 博学于文的这学 这文是什么 我们的玉老师说 这文呢就今天伟地为止文 天下的学问都叫文 天下你该知道的就叫文 约之以理 但你不能学太多 因为最重要还是跟人相处 跟人相处这个理就很重要 不管你多有学问 跟人相处的时候 这个理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才可以服叛言语 就不会背叛你学习的 基本的目的 其他地方你看 默而置之 他学的时候很多事情 虽然不发问 但是他记住了 把他默默地记下来 很多这个人学习的时候 不一定是像现在提倡 一定要会发问 有些时候你会学会发问 是不同的学习阶段 你一旦强迫他发问 当然可以让他学习到 发问的重要性 但是另外一个 他可能就开始乱问 就是不是 可以再查得到的问题 他也要问 然后或者没有答案的问题 他也要问 如果是为了讨论的目的 这个有的时候 有的事情 发问并不是完全是 一定要遵循的东西 所以默而置之 然后后来在科学哲学家 也有人强调这种叫 Tacid Dimension T-A-C-I-T 这种默示的这种能力 在学习上面是很重要 你没有讲出来 你也讲不出来 但是你就是知道 这种东西 而不是说你知道 你一定讲得出来 有东西你就是有那感觉 你就是讲不出来 我们常常觉得一个人 我们觉得他很熟悉 你对这个有好感 有什么好感 你有时候不能完全讲得清楚 这个就有一点的默示 默而置之 这个字要念智 记住的意思 学而不厌 毁人不倦 很有余我哉 所以孔子是个学而不厌的人 毁人不倦的人 然后学了又希望能够交给别人 这是孔子讲他自己了 所以他每天 静静夜夜地学很多东西 到处问人家 那其他的 那其他的就是他担忧的事情 孔子也有担忧的事情 就是德之不修 这担忧是担忧他自己 而不是担忧别人 自己不修德 觉得都是别人错 都自己都对 他担忧自己有这种脑病 学之不讲 学到东西 然后没办法跟人传达出来 文艺不能喜听到适合的事情 然后不能够改过千善 不善不能改 就是这样的意思 事无忧也 他担心这样的事情 那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 有一些东西需要历史的解释 像他说古之学的魏己 今之学的魏人 魏己有什么不好 魏人有什么 或者魏己是不好的吗 魏人是好的吗 还是反过来 这个魏己是求魏己之学 就是会要求自己 这是比较合乎孔子一贯的 这种形式的逻辑 那今学魏人 就是希望被别人看到 就像现在做学问一样 你做学问自己有多少金粮 应该知道 但是很多人很怕 别人说三道四 这个我也不能说别人 我有时候开一些课 尤其是我很喜欢开 没有人开过的课 那没有人开过的课 压力就会很大 因为你不知道 没有传统可以继承 你得自己弄 得花很多时间 但是也有人就觉得说 哎呦 你凭什么开这么个课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问题 我在开爱情社会学 刚开的时候 就有人说 你凭什么开这么个课 我就很难回答 那开了十五年 现在课又上网了 当然就没有人问这个问题 我当时开的时候 大概就已经想到 会是这个样子 反正我不杀人不放火 不犯毒 我觉得与我和有在 那你干嘛找我麻烦呢 对不对 等我开出来 你看受益者有没有 好那接下来 这个因为这要讲的很多 那古人的 特别是孔子讲的 学跟行都是合一的 没有讲到学是不行的 学了只会 只有口二之学 然后知跟行 这后来当然最有名的 叫王阳明 对吧 那像王阳明也是电影明星 所以现在很尴尬 说的古人 后来都是有一个 电影明星的名字 学跟行 知跟行 基本上是合一的 那孔子的这个 做生意的学生 叫子贡 子贡问君子 君子是什么样的事情 请老师指教一下 孔子就说 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这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分断句方法 就先行 然后其言而后从之 你做什么事情 先做再说 这很适合某一个运动厂牌的logo just do it 然后then say it 当然没有 then say it 所以孔子这个强调行 不要花时间在那边讲 很不幸的 我们现在的选举制度 就鼓励大家先讲 证件就是提出来 就是先讲 后来做了没 没什么人在乎 我觉得这很糟糕 其实一个人要 这个第二次竞选的时候 要出来再选的时候 就应该把他的过去 发表过的证件 跟实践的什么 应该做一个检查表 你要超过了你证件的多少 你才能够出来再选 我就想会比较有道理 因为表示你说到做得到 然后你就至少做得到 一半或者三分之二 如果你的证件 四年前或几年前 你发表都没做到 然后现在你又要出来选 那为什么我们要选你呢 我觉得这个应该有一个 这样的机制 可是好像都没有 这个民主制度 有时候就诉诸你的遗忘 因为只有你遗忘了 他才能够继续选上 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 很搞笑这样 但是这是众人之事 你选上你也没办法 如果大家都是 都是健忘的 那真的就是健忘春了 那选举并没有让这事情 好到哪里去 好 子章学甘露 孔子的学中子章 学甘露 有的时候学做官 有人说不是 那大概选了 可是至少你看 他的答案 只曰多文缺疑 你什么事情要多打听 多听到各种说法 你这样就不会有怀疑的地方 不然的话有时候你听到一个新一个事情 你觉得怎么可能呢 怎么可能有人去做器官的什么呢 多打听 这可不可能 如果你是不是这一行的 第一个器官移植是不是有呢 那当然有 你周边 尤其现在很多人生病 你大概都会听到有这样的事情 听到不表示你有那个 然后慎言其余 其他事情你就要讲话 要非常小心 因为没有证据 懂吗 这寡由 就是人家会对你的抱怨会比较少 多见缺带 你要多看 多看 眼睛看到 眼见为凭 你就不会 这带不是好的意思 这是不好的意思 刚刚有那个学而不思 则往色不学 则带 开玩笑说 这个带就是英文 就DIE的意思 大爱死掉 开玩笑说的 慎行其余 你行的时候要非常谨慎 这个刚刚是慎言其余 这个见以外的东西 你要慎行 要慎言 然后则寡悔 你自己就不会事后反悔 哎呀 我当初怎么样 你言寡由 就讲第一个 行寡悔 录在一起 你要做官 或者是有什么 这个不一定做官 其实做一个 自在的一个人 你讲话 跟你的行动 言跟行 都要寡 不是没有悔 你不可能没有悔 不可能没有油 人都没办法达到那种经验 但能够少 就在你的谨慎 我想这是讲学跟行 你学到东西 你真的做得出来吗 像我们在社会学里面 从谁开始 就开始讲到 reflexive sociology 反思社会学 或反省社会学 那我刚才听到的时候 都在反省别人 都不反省自己 反思跟反省 其实某种程度 是反省自己做的东西 把自己 你的研究 我们过去是研究一个对象 我们只是看那个对象 现在要反思 我们的做法 我们的研究 是不是合乎伦理的问题 我们的研究 是不是有什么缺失 这个就反思 我们的研究 而不是在我们研究的对象 这层次不一样 那我们有没有这个反思 然后大部分的老师 在谈这个时候 都在反省 别人都还没有反思到自己 以自己为出发点 跟自己所做的事情 所以很多反思社会学 都不反思自己 那不是很讽刺吗 那反思什么呢 你要反思别人 那不叫反思啊 那叫批评啊 好 君子于纳于言命于行 纳于言就是 不要在讲话的时候 不要太过 这个日本人后来有 大纳言这样子的官名 好像有小纳言 就这个纳于言 敏于行 这个敏于行是 做事的时候要考虑清楚 这个我们又老师说 这叫绿身通敏 就你思绿周详以后 什么事情都想过 事情来了 你做就可以做得很快 而不是你就一头就去做 然后做出来做得有问题 就是欲数则不达 所以这个敏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字眼 也是一个很需要 很多努力的地方 所以有些事情 我们看人家的表演 说哎呀他怎么举重若轻 一下就唱出来了 一下就表演出来 那是因为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这就是一个敏 你叫他表演 他可以表演 而他表演出来 真的是非常的恰当 那这就是一个敏 学根行的第二 载语奏寝 这是非常有名的故事 这个奏寝 其实就是 有不同的解释 你不会想 有人说这个奏原来是画 就他在装修他的寝室 或者有人说 他在寝室 画上壁画 画上什么的之类 但大部分人还是 把它当作打瞌睡了 因为这最符合 人的经验 尤其上课打瞌睡 这点是 几乎有人类以来 没有缺席过的一个现象 不管谁上课都一样 我以前认为 那是因为老师教的不精彩 才会有人奏寝 后来我当时老师 发现也有人奏寝 我就想说 这大概跟我没什么关系 就忽然间跟别人一样 这都是他自己 没好好睡觉 总而言之奏寝 我们大部分人接受的是 白天打瞌睡 尤其上课打瞌睡 特别是下午的课 因为刚吃饱了 有科学的理由 我们的血液都在胃里面 没有到脑子里了 所以直约呢 孔子就看到他奏寝这个事情 这弟子记这个 这不是孔子写的 这都弟子记的 显然这个弟子 对于这件事情 是流传已广 宰宇这个人 宰宇的英文名字 从这件事情就知道 这台语应该叫 kill me 你怎么把我这事 写在历史上 我还要做人吗 你干脆杀了我吧 所以我觉得宰宇有这样的意思 子曰 朽木不可雕也 那腐朽的木头 怎么可以拿来雕东西呢 根本就不成材了嘛 粪朱将不可乌也 那个土是粪土 那也不能做墙啊 不够坚固啊 对吧 鱼鱼合诸啊 哎呀我又对于 鱼这个人 我干嘛要批评他呢 这不是骂人吗 这也很搞笑啊 老师又不希望学生太难过 又不希望学生不难过 说哎呀我也不能够太责备他 那到底为什么不能太责备他呢 子曰 这有人就分断了 有人就说还是接下来 使一开始无于人也 我对于这个观察学生 听其言而信其行 这个人也不一定学生了 人家讲话我就相信了 这个我碰到的情况 在美国我刚开始读书 美国人基本上不太需要再证明 你讲话他会相信你 但是你只要骗了他 他以后就不会相信你 在这个跟美国的官方打交道 比如说什么瓦斯公司啦 什么也是一样 你刚开始讲的 不需要证据他会相信你 可是你一旦撒谎成信 你的credit都没了 你要申请信用卡 信息什么都很困难 所以撒谎对他来讲 从经济上来讲是不划算的 你干嘛撒谎呢 你诚实是最好的政策 因为你诚实他相信你 所以你每个都诚实 他将来找到资料发明 你是诚实的 他就继续相信你 所以美国的credit 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信用卡呢 我那时候最好 我们刚开始去 刚开始用信用卡 每一期都把它交满 你想不交满 要交那个利息 这太贵了 结果发现交满的人 没有credit 没有信用 你不交满 每一期分期的是有credit 因为你给他钱比较多嘛 现在了解 当时不了解 他钱都没交满 你就觉得他有 这个人是有信用的 因为他会继续交 他不会跑了吗 那时候留学车里面就有人说 最后一个月 咱们要回台湾的最后一个月 就去把信用卡刷爆 然后就跑了 你看就这种 因为他了解美国人是下个月才收钱 然后有人这样说 但我认识的人应该是没有人这样做 大家都觉得对啊我最后一个月 我就跑了 我一辈子飙在美国了 我不是可以 他抓不到我吗 所以有人就会动这种脑筋 还好我认识人 真的没有人这样 有人这样 说这样不好吧 这样对你信用不好 你赚了这一笔 能赚多少钱 你的credit line很低啊 我们以前当学生 那个你每个月的信用额度很低 你为了那个 就为赚的钱划不来的 我们靠知识家中赚比较多 所以大家算一算 也有人就不那个 听其言而信即行 这个在台湾 至少我从小 你只要请病假 要拿医师证明 要拿公立医院的医师证明 连这个私人证所不行 怕你的跟私人证所有什么挂钩 所以以前证明满天要飞 而且不相信你讲的话 只相信那个书面的东西 这个叫做制度信任 对个人是没有信任 那我在美国发现 对个人有比较多信任 对制度是没什么信任 他有时候不知道如何查证 他就叫你写一个 然后签名 叫你写一张 譬如说我在歌大的时候 要申请第一免第二外国语 因为他的第二外国语是为美国人设计的 他说美国人除了英文之外 要懂另外一个语言 所以根据同一个标准 我已经英文通过了 有托付成绩来做证明 所以我的第二国语言就是中文 然后我只要写一个证明 是我自己写 我自己签名 表示这个事情是真的 也不需要任何人帮我背书 就是说我来自台湾那时候 然后在台湾的社会学是以中文教学 仅此证明 类似这样 就是一个英文 然后我签我的名字 这样我就抵免了我的第二外国语 因为我的英文早已经有托付成绩证明 就这样就解决了 我那时候觉得真是把人信任到一个 让人觉得很舒服的地步 不然的话 我想如果那时候需要一个第二外国语 我就不知道那个要怎么证明 考试或什么之类的 他不用 你只要写一个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所以呢 金无欲人也空说 后来就是听情人的关系 他讲什么我还不要相信呢 我得看他有没有真的做 言行有没有合一 语语语改是 我的改变就是根据宅语才来的 因为宅语是孔门言语科 言语科人说话好听得要命啊 说得你都跟他辩论你都会输他 可是他有没有做呢 所以听其言跟这个行的问题 以前是听其言就信其行 现在是听其言而观其行 看你是不是真的这样 特别对一个前科不太好的人 你又相信人性本善 我要给他一个机会 那你怎么办 就观其行 当然有些人已经是听其言不信其行 你随便说吧 反正这个人已经没有信用可言 你随便说我也不会相信 我们大部分人碰来碰到的是这样 那政治人物也是啊 如果假如他第一次的竞选政见 都没有旅行 或旅行率很低 那我们干嘛第二次要相信他呢 所以这个其实在生活中我们可以有这样的 那朋友也是一样 跟你借钱的人有借有还 再借不难 如果借了钱都不还 然后还跟你说 我有跟你借钱吗 那这种人你就干脆 好了上次那就算了 算我倒霉 以后我就不会跟你有任何金钱上来往 不是吗 所以这个日常生活的经验有 子录有文 子录是一个也希望 这个我们预讨的时候 他是知行合一的第一人 比王阳明还先 他听到了一些好事情 未知能行 还来不及做 唯恐有文 又怕听到另外一件事情来不及做 所以子录是孔门浩勇第一了 另外一个我们现在还有这个成语 叫三思而后行 其实三思而后行是不对的 因为这个记文字这个人是三思而后行 想东想西 犹豫不决 子文之 孔子听到他三思而后行的时候 就说再次可以 干嘛呢 两次就好了嘛 你左边想一遍 右边想一遍 就可以去做了 三思而后行的结果 往往就是不会做 这个是学跟行或知跟行 你认识了清楚了 就决定去做了 你三思三心二意是干什么 好 那这个知行合一在这里也有 这个孔子跟言渊说 言渊是孔门第一 说用知则行舍之常 如果有人用我 我就去行我相信的道 舍之 如果不用我就藏道 藏道不是藏在深山里 是藏道渔民 我就跟老百姓 我就交给老百姓 有健全的百姓 才会有健全的国家 百姓的知识越丰富 那国家其实就是越健康 应该这样想 唯我唯我 这只有你跟我做得到 天下英雄 唯使君与超耳 就是天下英雄 就只有你跟我了 就这两个人 我每次开玩笑说 只有你跟曹操的耳朵 这天超耳嘛 好 这个子路 当然不服气了 那你们俩就这样 开始就在我这边赛恩爱 那我算哪个冲哪个冲啊 只行三军这谁 那老师你要是跟 要军队打仗 你到时候跟谁啊 跟你跟着言缘吗 这家伙若不经风的 一单是一瓢饮 那吃饭都没吃饱的人 你跟他啊 孔子当然知道的意思啊 孔子说抱虎平和 这跟老虎搏斗 除非是武松 或者那个二十四孝 里面那个孝子 平和 然后渡一个大河 水流湍急的河 死而勿回者勿不愉悦 这么危险的地方 然后你觉得你一涌就去了 我才不要跟这种人在一起 这种人太危险了 必也临世而聚 这当然就是 子路没有的特性 碰到事情 你会害怕 这害怕不是害怕 这个事情来 而是你有没有思虑很周到 好谋而成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这个事情成 这就是敏啊 所以这个也是知于根行 你知道了 然后你要知道怎么去做了 你的那个都想好了 那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做法 这样 好 那孔子是这个叫做 因才施教 所以子路问 文思行诸 是不是听到一件好事 这文是听文 现在文是用鼻子 以前的文 当然以前也有用鼻子 那些是靠耳朵 耳朵跟你的脚去实践 子路也有父兄在 如是何文思行诸 子路问啊 说你怎么弄啊 你爸妈 爸爸跟你哥哥都在 你怎么就文思行诸 你这样不顾自己的性命啊 你得看一下 垫一垫这个金粮啊 然有 另外一个 也是孔门正式课里面 文思行诸 一模一样的问题 子曰 文思行诸 是啊 知道对了 就赶快去做 别等了 功析滑在旁边 这三个人的境界 是一个比一个低啊 在轮域里面 这三个人也曾经出现过 一起啊 游也问文思行诸 子曰有父兄在 求也 求也就是染求 游就是直路 文思行诸 子曰文思行诸 赤也获 赤就是功析滑 敢问 我真不了解老师 为什么同一个问题 你给出两个不同的答案 子曰 求也退 故禁止 染求这个人 比较退缩 做事情比较故东故西的 所以我就鼓励他 就禁止 游也奸人 故退之 游啊做事啊 都抢在人家前面 所以叫退之 这个奸人 也有日本人的电影明星名字 叫什么什么奸人的 我也没见过 我的学生叫奸人 所以这个名字也是 然后这个求也退 故禁止 然后这个后来韩玉 它的字就叫退之 玉是禁的意思 所以每次开玩笑说 韩玉 至退之 好 两难 要进 要退 他怎么办呢 卡在那 对吧 而且韩语呢 叫韩昌黎 对吧 那就是Charlie 讲到这个读书人 或者知识分子 我们现在叫士 以前叫士 我们现在叫知识人 或知识分子 子公文言 何如私 可谓之事 做到士 要做到什么事 什么情况 子曰 行己有耻 你对自己做的事情 要有羞耻的观念 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 有些事情是不一定要做的 不做的丢脸 这尺有些人会把它当作丢脸 没面子 始于士方 到这个出外交任务 不入军命 可以把这个军上的命令完成 这就是士 这是第一个层次 曰 感问其次 那还有另外的称次吗 由 宗族称孝焉 你做的事情是对军 这个宗族就是对广泛裔的家 大家都觉得你很孝顺 就是你的孝行呢 这个是很著称的 这孝不是只有对你父母亲而已 而对宗族的 相当称替焉 所以这个人对长辈 都觉得你有合理 这个就是你在家乡 这个就是士的另外一个层面 那还有吗 感问其次 由 言必信行弊国 坑坑然小人哉 易可接 这当然第一个是最大的 对国 第二个是家 第三个是自己的身 讲话一定守信用 做事一定有结果 不会什么事情 虎头舍尾 坑坑然小人哉 竟然这叫小人的行为 言必信行弊国有什么不好 孔子说 这坑坑 易可以为次 因为呢 你不懂得全辩 什么事情答应人家 也不管那件事情是好是坏 你是我兄弟 我就替你出面 谁对你不好 我砍了他 你在社会新闻 我会看到这个 这个就是你认为是言必信行弊国 结果是小人哉 因为你不想说那个影响是什么 好 那就问到 这个千古骂人 金之从政者何如 这金当然是孔子那时候金 可是后来人读到这一段 都觉得任何时代的从政者 好像都这样 只曰 斗销之人何如算仰 不要提这些人 这些人绝对不是士 所以这边 对于这个孔子好像有一个 穿越时空的特别能力 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这个知跟行的问题在这里 另外一个呢 也是一个人生很重要的一个 抉择的问题 邦有道 或者国有道 因为有的时候呢 因为比刘邦的会 所以这有的文章写国有道 邦有道国家 或者你所处的那个政权 有道的时候 就是什么东西都按规矩来说 为言为行 这个为字呢 是正的意思 你讲话要正 你的行为也要正 这是邦有道 因为大家讲的都是按理行事 所以你讲话要正 邦无道怎么办呢 这是很多人的困扰就在这里 违行 你行为还是要正 你不能就因为邦无道了就乱搞 可是你的言要训 言要看情况 做一些修正 要顺 这训就是顺的意思 这个是有一个措子旁 我们现在是这样 所以这个我们姓孙的 开玩笑说 跟着我念书的人都叫孙门 然后古音的念法叫训门 然后训门里面的人叫训咖 这是我常常开玩笑说的 所以到今天为止 没几个学生 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做训咖 所以这是邦无道的时候 你讲话可以不要讲成那样 不要拍马屁拍成那样 但是呢 你的行为是要正的 这个每一个时代人都会发现 他那个时代有很多小人 都是训言 行训言训 都做得很那个 就是拍马屁了 那孔子说 君子此其言过其行 也是一样 就是你言行要合一 其他我就不多说了 因为这个 这还有一个讲到言跟弊的问题 有也 有就是直路 如闻六言六弊乎 什么样的六种弊端 他说没有耶 没听过耶 好 居 留下来 居留下来 无欲如 这个女通常都是如的意思 只有就三点水 就是你的意思 只有为女子与小人南洋也 那个女子的女 女子是女的意思 其他都是辱的意思 好人 你这个人喜欢对别人好 可是你又不学 其毕业于 你就很容易上当 被骗 好志不好学 你喜欢追求这个知性东西 毕业当 你可能就抓不到一个重心 飘荡 好性不好学 其毕业贼 你就答应 要是你一定要做到 你到时候可能会变成贼 好职不好学 其毕业脚 脚就是让人不舒服 像这个 像那个扭的那个衣服 一种说法这样 好勇 不好学 其毕业狂 这些都是不好学的流弊 会有这个样子 所以孔子很强调学在这里 然后孔子对于知 他有分成三个层次 一个是生而知之 我们觉得生而知之 现在知识 大概是道德知识 可能多一点 经验知识不太可能 当然除非你有一些神秘的思考 那学而知之是比较多的 因为那个很多经验 比如说我们如果要知道 这个火很烫 才知道不要被火烧到 那我们所有人 如果有这个知识的话 应该都没有某种程度的烧烫商才对 我们之所以没有 就是我们可以靠学 不一定要靠经验上面的那个 困而知之 等你不懂的时候 你才去学 所以这是几种不同的层次 孔子自己说 我非生而知之者 好顾民以求知者 所以是学知 学知是大部分人比较容易达到境界 另外这个其实很简单的道理 就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这讲起来像在讲相声 就告诉你 你知道就要说你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 这有人说是知也 也是是智也 智慧就是这样来的 那我们现在知道跟不知道 这个界限已经不太清楚了 就像新闻跟假新闻 你也不知道到底谁做的是真的 另外还有证明 证明其实就是地位跟角色 用社会学的义务的问题 那子录这边有一段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当然又是单线的那个 明不正直言不顺 言不顺 事不顺 事不顺 理悦不顺 理悦不顺 习华不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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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所措手足 所以明之必可言也 言之必可行也 就是把这段 但是证明的理论 其实后来 中国的先秦的柱子里面 有一个叫明家 多多少少跟这有一点点关系 那并不完整 好 那言行也是一样 刚刚讲过 言行基本上都要合一的 这载语奏情 刚刚已经说过 那这个很多都 刚刚都说过 三思日后行也说过 那言跟道德 这是很重要 这巧言 这说话说得非常好听 那个吝啬 就是表情 这个都非常好 嫌疑人 嫌疑人不是没有人 而是这里面的人的成分 会比较少 就像你吃东西 加了很多料 那个原来的食物的本质 就会比较少 可是大部分人都认为 讲话讲好听 然后那个脸色好看 那大概就不是真的 所以这个对服务业来讲 大部分都是要巧言吝啬 服务业呢 嫌疑人吗 如果没有那颗心 那真的是嫌疑人 你进到7号 他跟你说欢迎光临 如果他讲的是有情有义的 你可以感受到 如果他很忙 随便喊一声 欢迎光临 你就不觉得那是个欢迎光临 这样 最后你说 谢谢光临 听起来好像你没买东西的样子 就算你累积了多少点 可以换个晚宫 什么之类的 好 那学问思辨型 这个 最近我看一本书 它翻译这个德文的 我们一般翻成批判理论 critical theory 那他翻成评判理论 大陆的一个译者 在德国教书的译者 他为什么不翻成批判理论 因为至少中国大陆 讲批判都是讲不好的事情 批判的事情都是不好的事情 那这个critical theory呢 也有不好的事情 也有好的事情 也有赞扬的意思 所以他觉得批判 这个中文字只有负面意思 并没有正面意思 所以他要翻成评判理论 那他又讲到这个critical critical这个字眼 在德文原来也有分析啊 明辨啊什么什么 后来讲到说 这不就是中庸说的 博学审问甚至明辨笃行吗 那这当然现在没有办法用一个字 讲出来 所以叫学问思辨行 那这个批判就是要包含 这五个成分啊 其实学习也包含这五个成分 从学到行之间 其实还有更细致的问 思跟辨 然后刚刚我们讲到 只有学跟思 学跟行 很少这个辨跟问的部分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在中庸里面很早就提到 这是很重要的一段 就把这个学习的过程 拆解成这几部分 所以学跟行是合一的 那这些东西都包含在里面 只是你硬要拆的时候 可以讲成五个东西 可是你看的时候 其实只有一样东西 那词跟人 这个词是讲话 不是唐诗词的词 这在《易经》里面说 将判者 那个人开始要背叛你的时候 其词禅 包括这个谈恋爱 即将变成你前男友 或前女友的人 变成你前任的人 你问他问题 他讲话就开始多多散散 就跟以前不一样 忠心仪者其实知 他心中有疑惑的人 他讲话就像树枝一样 没有一个反反复复 没有一个重点 急人之词寡 这个人如果是好人 他讲话讲得很少 因为言简易该 造人之词多 有人很爱讲话 中国大陆很有意思 看他叫做话牢 话牢就是 讲话讲不停的 一个小朋友 我们以前都有认识 这样的小朋友 那小朋友真的是 只要一醒着 话讲不完 这真的是话牢 台湾没有这样子的说法 台湾就说 台语叫gap tree 这样子 就是这个人就嘴停不下来 国语好像没有的 所以我第一次学到 北京话说话牢 我讲真的是 这个是惊艳之谈 无善之人其辞油 你要把善人 要污蔑他 你的那讲话 就是站不住脚的话 讲得很不清楚 你说人家去 哪里移植器官 说他撒谎 他哪里撒谎 那移植器官在哪里撒谎 这你又讲不清楚 所以这个也是油 你怎么就觉得那话 你要指控人家 怎么要有根据吗 那根据就一张奇怪的照片 那个照片什么人都有 怎么可以这样呢 就违反很多人的常识 实习守着其辞区 你没有好好地坚守自己赶快做事情 你讲话就觉得 这个你都可以见到了 我们的社会新闻 好 接下来是孟子了 这BCE刚刚已经说过 他在晚孔子大概一百八十几年 所以这个更没见过 孟子跟孔子没相见过 只有后来的孔庙在大城殿里面 孔子跟孔子每天晚上要见一次面 如果有孔庙金魂祭的话 那孔子的最大贡献就讲出良知良能 孔子没有讲到这个 讲到生而知之 生而知之是良知良能吗 不知道 然后这东西后来到了明朝又被王阳明给利用 所以就变成 然后王阳明一讲以后 大家就觉得都有良知良能 所以满街都是圣人 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儒家的流弊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 这个良知就是人不学而能者 那个后来的西方的心理学叫本能 那后来又放弃了人有本能这个概念 到底有没有那种本能的东西 有点像电脑的出厂设定 或你的手机的出厂设定 有没有这种东西 人有没有这种东西 说不学而能叫做良能 不学而知者叫良知 他就举例 孩提之童 无不知爱其亲也 小孩都知道爱自己的爸妈 这个后来的那个 应该是瑞士的动物行为家 就是Conrad Lawrence 用燕娱来做一个呢 燕娱在成长过程里面会有一个阶段 他看到了谁就会认定那个就是他的父母亲 那个过程叫做印记吧 还叫什么 imprinting 所以他说无不知爱其亲也 这个到底有没有违反常识 这个是一个现在 可能要用现代科学知识去验证 及其长也无不知尽其凶也 这个长得要尽其凶 我们社会学人都强调这是教育的结果 并不是天生你就知道 所以这个孟子的这话 你看他说 彻隐之心人就有之 修恶之心人就有之 功心人就有之 这第一次是讲到三个 讲到最多是彻隐修恶 慈让是非之心 然后这个呢又是仁义理智的这个端 这个作文做得非常漂亮 但是真的是这样嘛 这孟子强调性善 所以他强调这个 说他就是这样 然后他举个例子嘛 说什么看到一个小孩掉了井里啊 大家都会觉得哎呀好危险啊 那这跟这是什么 彻隐之心 虽然不是你把它推下去的什么 那这个举例当然也不算太差了 那这个到了民国的后黑学说 你看那小孩子喜欢抢人食物啊 那这是什么 你小孩子那要 你那个好吃东西在别人上 小孩就会抢过来吃 那这是什么东西 孟子当然就举对自己有利的例子 后黑学当然就举对孟子不利的例子 这边讲到的是一种天人合一 尽其心的知其性也 心跟性 后来在宋明理学变成两个很重要的观念 然后知其性的则知天 因为天跟天是从 人是从天来的 那人性基本上是分享了天性的一部分 这个在西方也有啊 大宇宙跟小宇宙之间的关系 所以有这样子的东西 那词跟仁跟刚刚那个意经 避磁至其所避 然后淫磁至其所避 淫是过度夸大 这个淫不一定是色情的意思 比较过度的意思 然后斜磁至于所离 然后他讲的话是偏离的 这有点 套套罗的顿磁至于所穷 顿磁就讲话你已经 已经词穷了 这是孟子 我们稍微说一下 荀子呢 这也是儒家里面 当然被 比较被忽略的 因为这个荀子的那个 这三一六的话 应该比那个 孟子要年纪大一点 但是不太确定 荀子也强调明 明的重要性 那这个很多我就不多说了 各位如果要真的了解 可以去找一本白话翻译 原则上 荀子有这些地方 不太容易了解 那个是致名的问题 就为什么要名识相符 这跟那个 我刚刚讲过 角色跟地位 我们从社会学来讲 有这样的关系 那致名他讲了很多 另外他讲到这个实 讲到这个演化 因为实不遇 不能了解 然后叫命 命不遇 然后其 其不遇 然后说 说不遇 然后辩 故其命辩朔也者 用之大文也 而王业之实也 就是你要强调 有点像那个 正明的那个阶段 正明的就会导致 什么什么什么 他就有实 才会有命 有其 有说有辩 这是他的一个 像眼镜的这样的观念 这样的 具体来讲 你可能真的要去看看 白话诸解 另外还有 四君子之辩月 他说 辞让之节得以 你要强调辞让 但是法家认为 这个辞让都是 都是交出来的 是做出来的 甚至不应该有 中国大陆现在强调 要中国人太多阳性 要强调狼性 狼性就不要辞让 尤其在国际关系里 觉得你一定要比他凶 在人际关系里 你才能够制服对方 很多人现在讲这个 但传统中华话 强调是辞让 尤其在儒家文化里面 强调尧顺都是让的 你为什么能不让 到了这个魏晋南美朝 强调恐荣要让离 这里面尴尬的是 辞让是强者 可以让给弱者 不需要的人让给需要的 应该是这么解释 那恐荣让离是为什么 为什么弟弟要让给哥哥 赵大尔哥哥要让给弟弟 因为哥哥他 比较年轻的一种 年纪比较大 比较懂礼 要让给弟弟 为什么要弟弟让给哥哥 有一种我们以前学都不认为恐荣让离是个错的 有人说你不让他你试试看他打你 用这种解释你就知道 恐荣让离还是解释这个 你不让你哥哥他会打你 当然有办开玩笑的性质 但好像也有某种程度的经验的说法 好那这个是强调要怎么样 然后慈让之节得以 长幼之理就顺矣 就慢慢强调这种 人际间的这种秩序 各种秩序 群子不太容易懂 我这个列出来 知之在人者叫做智 知有所合的位置 知跟智的差别 我们现在一般强调知识跟智慧的差别 智慧是你负在行动里 然后呢能够产生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那知识呢纯然的只有知识 你不一定有智慧 你懂得这个知识 不一定有智慧处理事情 必 那我们怎么样会有这个偏见 如果讲故 以前的事情是我们的偏见 我们有欲望也是偏见 不好的东西也会是偏见 始一开始跟终都是偏见 缘也是必 近也是必 你知道不守着中庸之道 都可能是偏见 可是这是定义的问题吗 中庸之道本来就不偏吗 这个所以你说这个 因为他这个就比较强调 这个跟孔子强调中庸之道是一样 薄为弊 浅为弊 古为弊 近为弊 万物莫不相为弊 此心术是公患也 所以这告诉你 这个他们对于弊的了解 就是这偏见的了解 那怎么样解除或怎么样的救济这种弊 所以圣人知道这个心术之患就那些弊 见弊色之后 故无欲无恶 你不要表现出你自己喜欢什么 也不要表现出你讨厌什么 这个君子应该是统治圣人 可能是统治者 无中无始 无境无远无波 他就不是用忠庸 奸臣乱无而终弦横烟 事故众义不得相避乱其轮 你不要提倡这个 这样别人就不会用 因为你没有特殊的偏好 所以呢 人家就不能用他的偏好 来扰乱你的心智 这是荀子的看法 那这个呢 心呢 跟这个虚一净 这个就慢慢变成 后来变成宋明理学 很重要的 柔和了佛学的东西 所以你要虚心 然后要医 要专心 然后要专心 然后你要静下来 这个心的功能才会彰显这样 所以像佛教的打坐啦 儒家也有人强调打坐啦 知道有人在中学生上课 或者小学生上课的时候 会花五分钟 让他心静下来 所以这样子学习的效果比较大 不然的话他下课进来 还闹哄哄的 你就要教他东西很难教 我就听说有人的心静的方法 就是把笔拿起来 然后找到那个重心 让那笔不会掉下来 这样大概花个几分钟 那这样会 你让那个小学生 会专心让笔不要掉下去 这是用很具体的 你说大人可能学到了什么 好 各位闭起眼睛 你就冥想个五分钟 让自己的心思都沉浸下来 可以学习 或者虚 你心中留一块可以学东西 那小学生大概还要很具体的东西 那小学生都有铅笔吗 你就要把铅笔摆在手指头上 不要掉下来 那这个大概几分钟 他也会慢慢地就完成那个使命 然后就不会闹 心也就静下来 所以这里有这样子的意思 好 然后这个虚 虚就会入 依则会进 进则能够查 所以你不能太浮躁 你不能心有旁骛 你不虚心什么也进不来 所以就有这么一个学习上面的一个解析这样的 好 那这个是荀子 我们就跟这个有关了 老子讲的话太神秘了 有些话照字面讲 老子就是个阴谋家 有人说老子是军事家 因为他这个欲勤故重 什么是老子来 老子没有列年代 是因为在史记 史玛迁写史记的时候 就已经搞不清楚 老子是谁 他列了三个人 不知道谁是大家讲那个老子 可是呢 中国大户到处都有老子的故乡 所以你应该 到底说应该有三个故乡 什么他是处现 是哪什么人 什么人这样 所以还有人写老子传 我都已经佩服到不行了 除非就是历史小说 以历史为基础小说还可以 因为连司马迁都搞不清楚 我们后人怎么会搞清楚老子是谁 那最神秘的地方是 你看啊 这个以前的朱子 都他姓什么 你就叫他什么子 听说以前论语的书就叫孔子 因为是孔子写的 孟子书就叫孟子啊 荀子书就叫荀子啊 孙子是兵法的孙子啊 他姓孙啊 庄子姓庄啊 然后墨子姓墨啊 那为什么老子姓老吗 没有老子姓李啊 怎么这个老子跟李是 在造型上也差很远啊 为什么老子姓李呢 老子为什么不姓老呢 这个逻辑上面 这个老子就没有符合 其他现金诸子的命名法 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开玩笑说 这真的是我开玩笑说的 这要特别强调 老子呢 这个后来都有用到叫老子啊发明 台语叫林碑啊 这个老子就是欺负人的那种名字啊 那为什么欺负人呢 这也可以当成一个幽默设计学的例子来讲 老子号称老子为什么会写出《道德经》这部书 就是说因为呢 他要出官了 意思是他退休要去乡下养老了 就出了那个官 然后守官的人叫官尹 他其实是官名了 然后后来又有本书叫《官尹子》了 就说哎呀 你就那么一个伟大 你应该留下一点什么嘛 这个如果根据某些未发达国家 这个就是海关跟你要贿赂啊 你到某些国家去 在某一年 我也听到说 你在护照里面就得夹钱 夹美金一块钱 然后你就能够通关 你如果没有夹钱 你就过不了关 如果这是三四十年前都这样 那老子要出官 搞不好也会被刁难啊 那他被刁难 那后来当道教说 他骑着青色的青牛出官嘛 然后被刁难 他当然很不爽啊 对不对 说好吧 你好歹留下什么 那他就讲了一句乱七八糟话 就是我讲给你听 你也不会懂的啦 台湾话说的叫做 我要是教你懂啊 我胡子都可以打结了 意思说我教你 你也不会懂 所以老子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流行本 道可道非常道 我能跟你讲的 那就不是道啦 你这人也听得懂 那怎么行 我的道高深道 你听不懂的啦 明可明 非常明 然后最后叫 宣之又宣 众妙之门 反正怎么说 你都听不懂 我觉得这个东西 蛮符合后来的 大家对老子的各种解释 老子只有五千言 写老子住几人 绝对超过五千言 五千言就五千个字 所以老子的书 真的不容易懂 但他蕴含了 很多的这种智慧 然后后来发现了 博书老子 发现跟进本老子 在某些地方 是不太符合的 博书老子看起来 好像儒家 这个传世本的老子 看起来是跟儒家 打对台的 所以这个到底 博书老子 还有祖简的 好像这个老子 这也有人做研究 我不是这个专家 我只是告诉你 老子 原来说是姓李 那为什么会叫做老子 老也 在古音也不念李 字形也不像 总而言之 那这个知跟欲的问题 这个现在当然我们知道的比较多 就是knowledge跟你的interest的问题 如果照这个西方的说法 哈伯马斯有类似这样的 他要常使民无知无欲 你不就他没有知 他没有欲 所以智者不敢为业 他就不会乱搞 我们现在会乱搞 就是有知有欲 当然这个你从日常生活里面 你就觉得知跟欲 欲望是不好的 通常的欲都跟钱 跟这个位 名位 跟这个色有关 所以无知无欲 这是一个 第二个知人跟知知 这个话呢 在1960年代 美国嬉皮运动的时候 这是很有名的一句话 但有一句英文字 大家不知道是不是翻译这两个 就知人者知 知知者明 你要知人你就是知 然后知知你就是明 明是一个自己的反省 像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老子的话都很好记啊 这个你看 决胜弃智 名利百倍 你就不要把某些人 讲成圣人 不要把某些人 讲成很聪明的人 这样对老百姓是好的 因为大家都无知无欲 所以在这里就被引申出来 老子是一个愚民主义者 obscurantism 就是他让老百姓不要太多 这是极权统治最好的方法 所以后来很多极权统治 就不让人民受教育 在殖民统治里面 特别不让人民受教育 台湾在日本时代 虽然有帝国大学 但是基本上能上帝国大学的 台湾人非常的少 所以这是殖民统治的一个 有人不喜欢国民党 所以国民党是外来政权 那他至少让台湾人民 都能够上大学 这是跟日本殖民统治 学费是比较便宜的 但你是非该周周明就比较贵 那外籍生也属于非该周周明 那直语言呢 智者不言或者智者不言 言者不智 这也是强调你紧言到了一个极端的地步 就像不言 不叫你紧言 所以很多学老子的人 就觉得什么话都不要讲 表现自己的神秘感 所以呢 他不讲你怎么知道他什么意思呢 所以像这个中国的 这个台湾的这个宫庙或神明 他不讲话的 你要请示他 所以有的就要伏击 他就会下来讲话 像李东斌三不五十来下来讲话 然后讲话可以写成一本书 所以李东斌的著作不错 关公有时候也会下来讲话 那一般人呢 就自得不言呢 以前的统治人物 尽量不要讲话 让老百姓听的 所以像在二十大战结束的时候 日本天皇的声音 叫御英放送 要讲到日本投降了 很多老百姓听的感动到哭的 因为没有听过天皇的声音 天皇对他们来讲是神 就没有听过神的声音 然后这个神的声音 又是告他们战争失败 不是说大日本统治了全球 不是这样 所以那个对日本人当时是很难 我们其他国家的人 没有因为没有把天皇 当成神的这种信仰 所以大家很难想象 日本人当时的难过 这个也是有时候跨文化的时候 那一样他平常不讲话 你平常很难听到他讲话 治则不言 原则不治 然后治跟治国 所谓民之难治以其治多 别让老百姓有太多的治 不然的话你就他什么意见都有 像民主国家很多人就不习惯 什么意见都有 什么话都有 可是民主就这样啊 你讲完了以后 最后要有一个多数决来决定啊 但是现在全世界的民主国家 都出现了很多 不是当初支持民主人 所希望有的状态 但是到目前为止 可能民主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制度 至少你有讲言论自由啊 然后故以治治国 是国之贼也 你不能以治治国啊 不以治治国是国之福也 支持二者 一凯是 常知凯是玄德 玄德是刘备的字 刘备的字从这里来的 所以这个道理 都不能以治治国 就他来看 而知不知 这听起来也像是象征 但是跟那个知之为之之 差不多意思 知道你自己不知道 这是一个很高档 很高档的状态 不知道自己知道 这是病 是以圣人不病 圣人不会不知道 自己知道 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这听起来 真的很像讲象人吗 对吧 这不难了 就是因为都重复重复这样 然后就对于刚开始人 可能难一点 知跟伯 知者不伯 伯者不知 我们现在叫伯士 这个道理知或知 就有不同的解释这样 所以孔子也说 大概圣人也不需要知道太多 因为他少爷见故 多能鄙视 君子多互哉 不多也这样 就是说伯跟多 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你要知道 跟伯跟多不太 然后现在很不幸的 我们的doctor的学位 就被翻成博士 其实是专士 而不是博士 所有的博士 对于某一个事情 都某一个问题 都专严的非常的高深 老子的大概说了这样 那庄子了 大只跟小只 这个大只跟小只 这个我们现在 如果只同音的话 那就有人长得很宽 就叫大只 那这弦弦跟尖尖 在行跟音上面 都很类似 那到底具体什么意思 真的就是 你就猜吧 这个英文说 Your guess is as good as mine 你随便怎么猜 跟我猜都差不多 所以这个有大只跟小只的这种 或大致跟小致的这种区别 那另外呢 武师性 这告诉你感官是不可靠的啊 这个老子也有说 武色令人目盲 这里也有说武色乱目 使目不明 我觉得这些人都是赞成黑白的 因为色彩多了 这个为什么使目不明 你目就更明了 那区分就更强了 不是吗 我们以前电脑刚开始的时候 电视已经有彩色了 电脑只有monochrome 就觉得怎么不能进步到彩色的呢 那时候一台彩色的marker多贵啊 等到后来进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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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不用讲了 所以会目不明吗 我们现在都觉得色彩越艳丽越好啊 现在电视要到这儿4K还是几K 就是那个线条更清楚啊 所以这种说法 有时候都违反我们这个时代 的看法 武色乱目 武生乱耳 怎么会呢 武生才能够显现出 生的那种丰富性啊 他武生乱耳会使耳不冲 这听起来都非常保守 武臭熏鼻 然后什么困缩中丧 反正这也是不好 武味着口 天哪 现在不是要又麻又辣吗 然后什么味道都在里面吗 对不对 食口逆爽 然后驱舍滑心 食性飞扬 这都是生之害也 认为这对生活 对生命都是危害 这是道家的观念 好 这里说这个蛙 它原来是用这个字 这个字也叫蛙 井蛙不可欲于海者 居于虚也 因为它的环境的限制 它就在一个井里面 它每天看的就是那口井上的天 下虫 这生命只有夏天一计的生命 不可欲于冰野 你跟它讲冰是没有用的 这个最近那个电影叫Frozen 那个动漫片 那个雪人就希望夏天来临 你说雪人夏天来不就没了吗 对不对 他一直还唱一首歌 雪人希望夏天 赌于十也 你就完全不了解 因为你的十只有夏天 趋势不可以 遇到者属于教员 这趋势当然是骂人的话 跟你讲这大道 你根本就不会懂 因为你的教育程度太低了 你的那个 那个境界太低了 这个有人说 这个骂人真的骂得很高明 我自己的亲身的经验是 1987年 我从美国回来教书 美国那时候已经有 而且有了很久 自动提款机ATM 台湾没有 台湾没有 我就跟学生讲 有自动提款机这件事情 我想台湾过一阵子 应该也会有 学生群体哗然 觉得老师绝不可能 那个机器万一少出钱怎么办 万一被人家砸烂了怎么办 就想出了一堆那种 我觉得在反工业革命时代的人 会想出来的那种 这个万一有人晚上偷了什么什么 没电怎么办 就想了一堆那种 基本上不太会出现的问题 然后把自己吓到 孙老师这在美国可能 因为美国人守法 在台湾是绝不可能的事情 我说怎么不可能呢 机器会做到很多 我们人做不到的事情 现在完全不用讲 但是我刚回来的时候 对于那种没有看过提款机的人 你告诉他可以这样领钱 这种事情 是超乎他想象之位 我那时候觉得 美国人已经实行很久了 这不是说登陆月球也很久了 然后你说登陆月球绝不可能 都是在好莱坞 什么什么摄影棚的 你有时候真的 我就想到这种 你怎么跟他讲 你怎么跟他讲 讲不通的 有人以前说 我们中国人要学德文 绝不可能 那德国生活的人怎么办 或者有时候老外觉得 中国文字是最难的文字 我们老外不可能学会中文 那那汉学家是怎么来的 所以常常有那种非常夸张的言论 我就夸张到我基本上不太能够接受 老外汉学家绝对不可能懂中国 他的那个程度 绝对不可能了解 那汉学家都假的吗 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反对这种 这种完全不理性的这种 那那个我就想到庄子这些话 然后另外是是非非的问题 这也是 这后面也像是讲这个 他说道乌乎隐而有真为 真的有真为吗 真的跟假的 言乌乎隐而有是非 这个隐跟是非的问题 道乌乎网而不存 言乌乎存而不可 我们现在这个都不太重要 你看白话的 那重点后面 道隐于小城 言隐于荣华 就道跟言都隐 故有如莫之是非 如莫之是非 然后呢 以是其所非 而非其所是 就大家所认可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你假认可的以并不认可 欲是其所非 而非其所莫若以明 你真的要有明这样能力的人 自知者明 才能够是其所非 非其所是 你的想法才会跟人不一样 甚至你才会有些特立独行的想法 历史上 这个改编历史人 常常就是一个想法跟人家不一样的人 你都顺着一般人的想法 这世界是不会进步的 比义是非 此义是非 这很多人讲过 所以这个 现在还是有人用这个想法 就是你用的是某种程度的相对论 就是这个是非 不是一个绝对的 在不同的情况之下 是这样 我当时回来教书 非常大的痛苦 是很多学生不相信我讲的东西 不相信的理由之一 就是说老师 你又不是唯一从美国回来的 为什么只有你讲 其他人都不讲 其他人不讲关我什么事 我讲来到就骗你吗 他不讲 第一个他可能没有观察到这个问题 或者他自己有什么顾虑 那他不讲 怎么是跟我有关呢 我又没骗你 一副那种 我讲了好像是我骗你 我骗你 我得什么好处呢 常常不知道 好了 这个又把知分成成级了 一个叫未时有物的阶段 一个叫有物的阶段 一个叫有风的阶段 一个叫有是非的阶段 可见这有是非阶段 是一个比较高的 道德判断的阶段 他这边有一个证文 好 所以这个他去 知其所不知知矣啊 可这如何可能 你怎么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呢 当然有时候可能 老师没读过这本书 所以真的不知道这本书讲什么 对不对 这是一个质疑 但大部分老师不会这么说啊 大部分老师知道书名 都觉得他已经念过这本书了 或者买过这本书 他就以为他有这个书的知识啊 然后甚至有人听过那个书 会掉一个书袋 讲出书名讲出人名 你就已经觉得老师读过 我自己活到这个年纪 买书看书都花很多时间 我真的觉得好多知识我还没有 真的是双子说 一有牙碎 无牙带矣 一有牙之声去追求无牙之事 真的这个 这就死了 带 懂吗 这是开玩笑 自己所不知知矣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一个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事之矣 应该有这样的意思 好 这有一个知识论的问题 听不懂也没关系 庄子里面出现的人 都是残缺的人 然后都是很怪的名字 这个气缺听起来就是牙齿没有的人 然后你看这个有齿部缺了 王尼还好 他就问王尼说 只知物之所同是乎 你知不知道有些事情是一样 曰 无牙之 我怎么会知道呢 只知 只知所不知也 你知不知道 有些事情是你不知道 其实他已经说到 对不对 曰 无牙乎之之 我怎么会知道呢 这假如是没知识 还是永远讲这句话 然则物无之 难道是物没有之吗 我怎么知道呢 然后讲了三遍 无牙乎之之 虽然 当然他这个 我怎么知道 他还是会有事 照到你应该不要解释了 常事言之 我试着跟你说 拥具怎么知道 无所谓的知之非不知也 你怎么知道 我刚刚跟你说知之 不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啊 然后我告诉你说我不知道 难道不是我知道吗 那你开个玩笑吗 庄子这里面的人就这样 我觉得这非常有意思啊 在这场生活里面 你要相信老师说的话 要到什么地步 你要相信你身边的人说 你怎么知道他所谓的知道是不知道 他所谓告诉你没有隐瞒 然后他所谓的隐瞒没有告诉你 我觉得这从人生经验来讲 你在跟另外一个人交往的时候 你如何去从他的语言表达的内容 跟他表达的形式之间去寻求关系 你去问一个小孩 小孩大概三岁以后就会撒谎 你有没有撒谎 顾卓又言他 他没说啊 那他有没有撒谎 这是不是你做的 不是 只有你在怎么不是 你怎么知道他所谓的不是就是是呢 懂吗 这个其实听起来啊 这个故事好像有什么 你跟这场生活里面 你都碰到这类似这样的经验 你要怎么样 这英文叫 take the face value of your word 你要怎么样从 你真的要相信他随便讲的意思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政治人物讲的话你要信吗 这我们会比较有这个自觉 也许在有台湾 但是别的人讲的话你要信吗 老师讲的话 你的现任的好朋友讲的话 你要相信吗 Seven店员讲的话你要相信吗 公车司机说下一站是什么 你要相信吗 你但没有什么特别理由 他欢迎光临的时候你不相信 你才不是真的欢迎光临 我跟你讲 警察要来了 我看是下一段 对不对 然后说下一站 大安站 乱讲 下一站不是大安站 下一站是大安森林公园站 你搞这样 大概警察就会来了 好 这段最有名 无声也有牙 我的生命是有界限的 而知也无牙 而知是没有界限的 有界限去追 无界限的大义 这是徒劳无功的 以而为知者 待而已 你听起来好像你知道什么 其实都是枉然的 所以这句话常常不是用来鼓励人读书的 但是我在小时候念过这一段的时候 都是鼓励你来追求学问的 说生也有牙 知也无牙 也有牙 也有牙 所以各位要好好的把握时间 好好念书 如果照这个逻辑是不必念了 你追不到的 这跨腹追日 你怎么追都是求不到的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喜欢念书 那又念的是夜间部 晚上四点多才上课 白天没事啊 白天没事怎么办呢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电脑啊 也没什么 街上也没什么乐趣 然后也没打工的地方 没有7分钟可以打工的地方 非常无聊的时代 怎么办呢 就图书馆可以去 图书馆呢 书又不开放 那时候你跟他讲 开架式图书馆 那是他绝对不有概念 说万一书乱了怎么办啊 万一人偷走怎么办啊 就想出 我这辈子碰到太多那种 什么事情还没发生 都把最坏的事情都想 从来没有想到 这个东西对人有多方便 从来没想到 人的道德会提到什么地步 所以我到美国念书 台大图书馆 当时还不能够开架 总图在现在校实馆的地方 你呢半个钟头前 递进一张条子 写好的基本资料 你写不好他会骂你哦 所书号书名 什么什么你的名字 半个钟头后你再去哪儿 看有没有书 然后如果没有书 他就告诉你没有书 那你怎么知道 他说的没有书 是他真的下去看 还是他没下去看 后来开始可以开放 可以开放以后 你就自己把证件摆在 扑你就到下面去看书 我高中的时候 就发现知识是真的有限制 知也有颜 而生也无颜 是反过来的 你看社会学书就这样 那我从第一本看到最后一本 真的是易如反掌啊 然后花半年时间就可以把所有 当时图书馆有的社会学书全部看完 当然当时的书是比赛少太多了 所以那是做得到的 我后来对大学的时候对古典音乐有兴趣 到图书馆去看 好 古典音乐书就从这里到这里 我花一个学区我就可以看完 那我基本上就看完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 你就觉得这是可以被掌握了 跟庄子的经验完全相反 因为图书的设备不好 图书不完整 而且很多东西是旧东西 如果你要看英文的那更多 可是当然台湾很穷 所以没有那个 我到各大图书馆就吓一跳 哇 My God 真的那个知识是那个样子 你真的会想到庄子这句话 可是以前我的那个时代 碰到都是有限的知识 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我觉得很不好的一个时代 梦的吊诡 就告诉你梦跟现实都是转换的问题 所以后来有些人在思考 说我们到底也是类似的问题 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 到底是梦还是真实 你小时候大概都会有人告诉你 在梦里面 你咬自己的手指头 一定不会痛 如果不痛那就是梦 如果你咬得通那就是现实 我以前有这样 所以以前要 在梦里面想要区分做梦的时候 就咬自己手指头 日常生活当然正常的情况 你不会咬自己手指头 我不知道在国外 有没有怎么样区分梦的问题 这就是 梦饮酒者带而哭泣 你晚上做梦饮酒 因为白天发现美酒 真的是没有 你是做梦 照弗洛伊德说 梦是愿望的达成 那你当然 但就白天你就哭泣了 梦哭泣者 淡而甜裂 晚上你在哭泣的 你早 那个白天 你就在那边打裂 方其梦也 不知其梦也 就是你做梦的时候 不知道那是梦 梦之中又占其梦 梦中还有梦 然后绝恶后知其梦也 只有你醒了以后 才知道那是梦 我们大部分人现在也不太能记到梦了 因为如果你要记梦 你真的要有点训练 如何在一开始 醒来马上记东西 不然的话你醒来不记 经过刷牙 经过怎么样 你的梦绝对会不见 那当然有心理分析人 很强调梦的解析 他希望知道梦什么意思 那以前在中国的皇历里面 台湾出版的皇历特别是 都告诉你解梦书 有那个传统叫周公解梦 你如果梦到自己踩到大便 是什么意思 梦到自己千人死亡 是什么意思 我们小时候没书可以看 所以皇历常常拿来看 皇历是可以算命以外 你不用自己的生辰八字 可以算出 那命几两重啊 什么之类的 我小时候真的是没书可看的时候 对那个皇历真的撩如指掌 除了那个皇历证 吃什么东西跟什么东西会中毒 皇历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书 尤其做梦的事情 且有大绝而后知其大梦也 而后知此其大梦也 而与者自以为绝 切切然自知 很多那笨的家伙 还认为自己是个觉醒的人 其实还在梦里 所以他说 君乎啊 目乎啊 乎在 谋 则秋 也予如皆梦也 予未如梦 亦梦也 我们都在梦里 我说你做梦其实这也是个梦啊 与其人也失明调诡 这就叫调诡 可是后来现在这个调诡 这是台湾用来翻译英文的paradox paradox就不是这样的意思了 在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的 Alfred Schultz 就所谓现象学的社会学家 他有一个观念 就是说我们这场生活所处的一个现实 一个reality 是叫paramont reality paramont是电影公司的名字 就至高无上的一个现实 那还有一些幻想的现实 或其他的现实 梦的现实也是一个现实 那个对社会生活都有影响 很多人做了很多梦啊 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梦啊 我有一阵子想去研究梦的社会学 就梦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从社会学可不可以解释 我来找了一些梦的文学这样的书来看 所以在某些文学作品里面 一提到梦我都会很注意 后来也没有机会实施 好 这个跟辩论啊 跟是非啊 就告诉你什么是就是 难道就是吗 非难就非吗 什么之类的 这个也是 然后比如说那个 即使我与若辩 若就是你啦 我跟你辩论 你如果胜了我 我不是没有胜你 然后就 这就难道事实就这样吗 反过来也是 我胜你你不胜我 难道就我就一定对吗 这个我在年轻的时候 参加过一次辩论比赛 后来我就发现 我这辈子再也不要参加辩论比赛 辩论比赛呢 在台湾 什么采取什么奥瑞刚制 什么之类的 我也搞不太清楚 他们觉得我很会说话 一定适合参加辩论比赛 但是我参加辩论的时候 发现第一 要抽题目 抽你是辩论正方还反方 我想那这跟人的信仰有关吗 这跟人的信仰无关 只跟你的辩论技巧有关 一个题目 我们那时候最起 我现在觉得很无聊的题目 但当时很流行 高中生是否应该谈恋爱 正方就是高中生应该谈恋爱 反方就是高中生不应该谈恋爱 然后我们就要抽 我们到底是为正方辩论还反方辩论 那我觉得高中生为什么不能谈恋爱呢 可是万一我要抽到高中生不能谈恋爱 听说你是辩论社的什么 我说没有 我只高中的时候参加过一次辩论 还不是辩论社 然后我就从此不喜欢辩论 我觉得辩论是个没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那个没有信仰 那只有口舌之争 辩论社的人说 孙老师你有很大的误解 我说对 所以我不适合当你们辩论的评判 我说我不相信这个东西 结果他很难过 我也很难过 所以这是我的辩论的问题 我大概比较像庄子 好了 劣子我要特别讲 因为劣子故事实在太有意思了 劣子真的是应该教 中国的社会心理学就应该教劣子 因为劣子很多故事代表了一些奇怪的社会心理 好了 劣子到底是不是虚构人物啊 别人有这个说法 讲到这个梦啊 这个道家非常喜欢讲梦 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地方 所以梦是代表什么 这个梦有六侯啊 绝有八征啊 八个征兆 我觉得这没有意思 还有这个跨阶级之梦 周之隐士大智产 表示他是很有钱的人 这个隐性隐士 在周的那个朝代 旗下驱逸者清晨 清晨昏而服袭 就他下面 就帮他做事的那些人 由老义夫经历 结义 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 仆人 我们讲这样翻译 然后结义 而始之迷勒 迷勤 他已经很老了 结果他还常常叫他做事 奏则深呼而及时 夜则昏辈而熟昧 早上因为太忙了 晚上就睡得很熟 可是他精神荒散 习习梦为国君 晚上做梦自己 是一个国君 他就是在人家家帮忙的 举人民之上 总义国之事 游烟公冠 这个自义所欲 其乐无比 晚上 绝 则复义 早上醒来 又变成是一个下乘阶级 做梦的时候 自己是上乘阶级 义浮曰 就是这个人说 人生百年 昼夜各分 睡觉跟醒的时候一半 无昼为仆努 苦则苦矣 可是夜为人君 其乐无比 何所愿在 这是什么好抱怨的呢 我有一半时间 是做上乘阶级 你看这个想法 就非常非常搞笑 这个RQ 或什么 后来随便你怎么说 但这个是跨阶级之梦 这也是这个 卡尔曼海姆斯说的 这个可能就叫做 宿命的伦理吧 你就接受现状啊 你也不用去改变 也不用去发明一个乌托邦 也不用去搞一个意识形态 我就接受我这个命 反正有一半时间 我是做梦 我是管人家的 那一半时间 我就被人家管 真公平啊 隐士呢 这个就是有钱大资产的人 新银士士 律中家业 这个人 这个为了赚钱啊 这个花很多心思 心形俱疲啊 这个真正的有钱人 真的要赚钱 是花很多心思的 夜一昏背而悟啊 晚上呢 也是累得要死 然后睡觉啊 习习梦为人仆 就要做梦的时候 他是仆人 你看白天太累了 驱走 驱走 坐义 无不为也 树骂仗打 就被人家打呀 被那老板 无不置也 梦中以义身乎 策淡洗烟 隐士病之一绑其有 他觉得 白天那么那个 然后晚上被人家这样子 这个压迫压榨欺负 就问他朋友 朋友说 若为足容身 资财有余 圣人愿 你能不能有钱 你比谁都有钱 圣人愿 夜梦为仆 苦意之父 树之长野 这也是 这也OK啦 若遇 绝梦间之 岂可得 难道你 醒的时候你是有钱人 做梦的时候你还是有钱人 你要像两个好处都有 这能够吗 隐士闻其有言 宽其义父之成 就开始对他下属好一点 因为自己晚上做梦的时候 被虐待成那样 捡己思虑之事 然后自己呢 也尽量不要去太烦心 这个赚钱的事情 疾病烧见 病就慢慢好了 这故事很有意思 他没告诉你怎么样 他告诉你公平 那道家有的时候 这种接受现状 有一个很奇怪的逻辑 照我们现在来讲 他没有去改变什么 你去接受什么 然后改变你的想法 不要改变外在的世界 接下来这段是讲到 梦跟忘 遗忘的问题 所以有一个人打猎 打到了一只猎 然后怕 打到一只鹿 然后怕人家知道 就把它藏起来 藏起来以后呢 那把别人知道了 藏起来 然后他用了芭蕉叶 把那个藏那个路的地方 给盖起来 非常高兴 可是他后来忘了 他到底藏在哪里了 然后那个一直问人家 然后这个当然有人就知道了 知道这故事以后 就去把那个路找出来 找出来以后就说 我到底有没有打到那条路 这个听起来很像现在 阿兹海默顿的人 不知道 我打到路不知道 所以我到底是做梦 打到那只鹿呢 还是我真的打到那只鹿 有这样的事情 然后当然后来他发现 是人家占他便宜 就去告 然后告的人就 那个判官 他叫做适师了 适师 适师就是那个法律评判的人 像现在的法官 所以要看你到底是 打到的那个鹿 是做梦的时候打到了 还是真的是打到了 他说梦与不梦 成所不能变 到底是做梦 还是没做梦 我也搞不清楚 欲变绝梦 为皇帝跟孔秋 只有皇帝跟孔秋 这样的圣人才知道 谁是醒的 谁是做梦 然后今天没有皇帝 跟孔秋两个人 孰变之灾 或孔谋 那谁能做梦 事事之言 那就听听这个判官的话好了 意思说你打猎打完了 然后最后你忘掉 忘掉那跟做梦差不多 我们现在有类似说 十年江湖什么一梦 一场梦 或者如过眼云烟 就像一场梦 我这个年纪的人 特别容易有这种感慨 尤其我每一年 大概都要教大一的同学 真的我想到我大一的时候 跟他们现在大一的时候 那已经过了多少年 我每一年都要觉得 好像一场梦 所以这个慢慢的 这种梦的想法 特别是过去的事情 然后有些人你还记得的 你就会用梦这种方式来显现 也有人在唐朝传奇小说里面 一直有这种黄梁一梦的说法 就人的生命过程 到后面来看来 或从别人看来 好像就跟一场梦一样 黄梁一梦的故事讲得最传神 他就说等你请来的时候 你原来那个主的东西都还没熟 你就已经做了一场人生的梦 南科一梦 也是这样的故事 这个叫失忆症的好处 所以有一个人 在中年就有这个健忘症 早上拿的东西 他晚上就忘了 晚上拿的东西 第二天早上就忘了 然后在走路的时候 会忘了走路 在屋里会忘了坐下来 然后今天是不记得前面的事情 前面后来又不记得今天的事情 有人只有十分钟的记忆 或者只有非常短期的记忆 这现在也有人是这样病 那当时这个听起来像是神话 而不是对一种病的描述 好然后这个 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找了一个算命先生 算命先生也算不出 所以然来 然后找了一个巫医来祈祷 然后也没办法 然后找医生呢 来解决这个问题 也没办法 结果鲁国呢 就孔子的故乡 有一个儒生说能够自己推荐 说这个病我能治 所以呢 他说我治好以后 你要把你家财产一半给我 你的妻子的财产一半给我 儒生就说 此故非挂照之所在 非其寝之所倒 非药师所供 这说你前面早上又没用的原因是因为这些都不是那些人可以解决的 无成化其心律变其律 素肌抽 我呢就用化其心变其律的方法改变他的思维 然后让他的那个思维的事情有所变化 这个他的病就会好 素肌就可能就会好了 然后就试着 然后 试露枝 就把他让他脱光光 裸体 他就会穿衣服 哎呦冷了 是不是给我一件衣服 然后他不吃饭 是不是该给我吃 然后优之把他关起来 就关在暗屋子里面说 哎呦我需要点光线 让他回到这种原始的这种求生本人 儒生欣然告绪子曰 极可一意 这病好了 可以好了 然无之方秘 传世不宜告人 可是不要告诉别人 我是怎么治好他的 世平左右 独语居士七日 你把别人都支开 我跟他一起住在一个屋里面 七天 儿子就答应了 莫知其所事 不知道他怎么搞的 而几年之急 一朝都兜除 就没病了 这个叫华子的人 就原来 中年病忘这个人 寄物乃大怒 很生气 促妻伐子 把他的妻跟子都处罚了 抄歌族如生 就拿着东西 打这个如生 宋人 直而闻其矣 这宋人 宋就是 上次讲过 殷商的后代 所封的地方 这当然要讽刺 这些人很笨 华子曰 你说你干嘛打他呢 他把你病治好了 他说囊 过去呢 无妄也 当我没有记忆的时候 荡荡然不觉天地只有无 我根本就不知道 天地有跟没有 经顿世纪往 数十年来之 存亡得失 哀乐好恶 扰扰万绪其 我根本没有烦恼 现在让我这一刻 我所有的烦恼都又回来了 无将 无恐将来之存亡得失 哀乐好之乱 无心如此也 须之忘可不 你可不可以让我再忘掉这一切 我不需要记得这一切 这一切对我来讲太痛苦了 文而怪之后孔子 孔子曰 此非如所疾乎 故为言回己之 孔子曰 哎呀你不懂的啦 你不知道那种遗忘的快乐啊 就像我上次是不是也在那边说过 有人中年妇女或中老年妇女被网路诈骗 说美国的一个什么军官爱上她了 要跟她共度一生 然后叫她寄钱给她 要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那个到了银行去汇钱 结果行员就跟她说这是骗你的啊 哪有骗我 你看她有给我这个简讯 她又怎么样 她要来台湾 她要怎么样 她骗你的啊 结果当然后来证明 她是骗她的 没错 可是那个人就非常的沮丧 你不就跟这故事有点像吗 我被骗的时候 我至少感觉我有爱情 我感觉我爱情的时候 我生活是非常丰富的 是非常有意义的 像你告诉我这一切都是一场梦 或者是不存在 我的痛苦都来了 我没有爱情的时候的那些痛苦 跟人生乏味的 你又让我回来了 我只有被骗几十万 那几十万能让我得到那种快乐 现在我省下了几十万 然后让我面对这样的痛苦的生活 很多人不能理解这个 可能觉得没骗啊 不然你几十万这样 她几十万骗到一个爱情 或她建构了一个爱情的梦啊 这几十万划不来吗 所以我一次演讲的时候就讲这个 大家都觉得我是有问题的人 我大概跟诈骗集团是一国的 我不是啊 我就是从类似这种 这种说法 那其他我就大概不说 也是这样的故事 你特别去找列子来看 还是说了 看不懂文言文 看白话文 这故事都非常有意思 还有这个讲到 黎家的情绪相对的 你看燕人在河北那边 生于燕 可是他长大是在楚国长大 同行者匡之就骗他 说你看这就是燕国之城啊 他没生在那儿没回去过 那就哎呀 这是我出生的 这是我的祖国呀 只设设是那地方 说就是你以前就住在这儿啊 我以前住这儿啊 溃然而态 只设约 你以前的祖先就住在这房子里呀 倦然而弃 哎呀 我的祖先住这么破的地方 只隆约 祖先是种 你看就是你祖先葬的地方 都骗他的 全部都骗他的 其人哭不自禁呢 伤感回到了故乡 通行者哑然失笑 真好骗 然后就跟他说 于习 吃弱 此禁国 哎 这刚骗你的吗 这是禁国 你是燕国人 还不到燕国呢 禁国在山西呢 其人大惨 哎呦 真不好意思 哭得那样 到了燕国 见到燕国的城市 然后见到先人的卢种 这应该是种子 悲心更为 就慢慢就没有那个情绪 这后来有社会学的研究 证明这个 如果你前面的情绪强烈点 后面情绪就会比较弱 会递减的 所以你要让一个人 不要那么难过 你先让他在别的事情难过 下面事情他就不会太难过 这真的有社会心理的根据的 这这个情绪的相对 好 愚公一山的故事 这个大概所有中国人都知道 这个当然这个故事呢 就告诉你 这个反正你会不断的有子孙 不断的有子孙 你就把那山移 我的最大问题是 你这不是对环境的破坏吗 你干嘛要住在一座山前面 然后说山挡了你的路 你可以搬家呀 不是吗 你干嘛就把那座山给移了呢 这当然代表了人的 就我们从小念这个故事 代表这种坚定的意志 恒心啊 还有代代相传是很重要 那都没有考虑到 这是一个破坏环境的故事 你一个人住在山前面 然后说山挡上你的路 然后又把山挖掉 那就是ridiculous 愚公一山 所以愚的不是那个公啊 他就这个看起来笨 是因为他要把那山搬了 旁边人也没跟他说 你搬家比较快嘛 干嘛让这些世代子孙 我们都在白座山给产掉呢 所以这是 这故事因为大家都懂了 我就不讲这故事 我只讲到我的想法 好扁鹊换心术也是 反正扁鹊把人家病治好了 治好了说那我以前有病的时候呢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现在把我病治好了 我就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 就有点像说我原来做梦的时候我很快乐 你干嘛让我叫醒我呢 所以有人有那种起床气 各位知道吗 小朋友特别是有起床气 大人也说有 做一个美梦 然后忽然间正要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忽然间被叫醒 你也会很生气 你干嘛叫醒我 我做梦里面呢 这个也有这种经验 真像列子说的 这个就很有启发性了 跟现在人有点像 邯郸 邯郸之名 邯郸是在河北吧 现在的河北 以正月之旦 献鸠于简子 就献这个鸠 这是一种鸟类 大概就现在的鸽子吧 简子大月啊 后赏之啊 哎呀太好了 课问其故啊 简子说正旦放生 是有恩怨 放生是一件好事啊 这是佛教来了中国以后的一个 一个故事吧 课曰 明知君知欲放之 故进而补之 就是因为老百姓都知道 你喜欢放生 所以大家就去大量补来 补来以后卖给你 然后你再去放生啊 所以这因为你的放生 造成了更多的补 猎补 然后如欲生之 不若静明武 你如果真想让这些鸟类活下去 你不如静 不准他们补啊 补了然后放之 恩过不祥补已 你补了然后再放 这对的吗 白多此一举嘛 简子约然 现在台湾也有一些 放生的宗教团体啊 他们去买鱼啦 买什么买活鱼买什么 然后放生以后 造成那地方生态的破坏 因为那个地方 本来就不应该有这个东西的 然后还有买鸟放生啊 所以你看台北的鸟 卖鸟的地方 就是就卖放生鸟啊 那因为那个要放生 所以它有市场 所以它去补啊 如果不要放生 就没有人补那鸟 那鸟没有任何价值 所以你看这个是 列子的故事 到现在都还有人 在做这种故事 因为你要放生 所以就有人去补 列补它 然后人类与万物并衡 这个东西真的是 在出在列子里面 我真的觉得列子 真是一个有趣的书 齐国的田氏 祖于亭 十克千人 反正它有一千个客人 十克 中作有献鱼燕者 拿鱼跟鸟 燕是一种鸟 田氏士之探约 这个田氏士的大老板 有钱大老板说 哎呀天之于民后 老天爷真是对人类好啊 只五股生鱼鸟以为之后 你看五股让人吃 鸟类呢 有鱼有鸟让人吃 老天爷真是厚爱人类 人类中心主义 包氏子年十二 育于赐 但是十二岁 这个小孩就说 不如君言 不是这样 你这讲法错 天地万物 与我并生 类也 我们都是天地万物的一份子 怎么是谁 类无贵贱 不是人类就特别高尚 然后土以小大智力相知 我们之所以 这是因为我们的智力 比它最多 我们能够宰治它 叠相食 所以我们能够吃它 如果用食物链的观念 你吃它 让别人吃你啊 对不对 非相为而生之 这是相食不是相生啊 人取可食者而食之 其天本为人生 是你人类根据自己的需要 去吃那些你认为该吃的 这怎么是上天生下来的那些东西让你吃呢 且文那什么四夫 文字咬你的皮 咬你的肉 虎狼食肉 非天本为文那生人 虎狼生肉哉 难道文字盯人 就是上天安排好的 让文字来盯人吗 酷吧 就是说你不能有这种人类中心主义 现在很多是人类中心主义 或美国中心主义 或白人中心主义 或白人智商主义 或者汉人智商主义 就在各个文化都出现这种智商主义 就在那个列子里面就已经告诉你这种 这段比较不太理解 所以有一个人在路上捡到了 这个一本契约 然后就很高兴 然后算那个 契约是原来两个撕开 然后核对起来变成一张 那才是应该是这样 所以秘书起纸 他只拿到一半 然后这人就说 哎呦 那我将来会发大财了 他没想到这会发大财的前提是 你得找到另外一半 合了以后 财能够发财啊 只有你捡到一半 这是发不了财的 你有什么好高兴的 这什么人 宋人 那起人又天也不用讲 这中国人很有名 那起是夏朝的后代风的故事 所以风在起 所以他怕天掉下来 每天很担心 天怎么会掉下来呢 这边有很长的论述 那这起就是夏朝的人 所以是商朝人讽刺夏朝的人 然后后来周朝人讽刺商朝人 每一代人讽刺上一代的人 疑心生暗鬼 这个最有意思的 然后有一个人 他的那个锄头不见了 他想说大概是隔壁的人 小孩把他拿走 士气行步 切伏眼 颜色 切伏眼 言语 看他走路的样子 就像个偷人家斧头的人 看他的那个脸部表情 就像是偷人 讲话也像 动作态度 无畏而不畏切伏者 切伏眼 而扫其骨而得其骨 后来打扫了一下发现 哎呦 斧头在这儿 他日复见其邻人志 动作态度 无事切伏 怎么都看起来都不像那个 所以跟对方一点关系都没有 跟他自己的心有关 这是多么强的社会心理的观察 很多社会心理就在你个人 你觉得人家怎么 我有时候也碰到 有的人觉得我这个人很老实 说我 有人觉得我这个人臣服很深 同样一件事 觉得我老实跟觉得我臣服很深 我都不知道他们根据是什么 我讲笑话 有人就很认真在想 这笑话还有什么别的意思 他就不会笑 很多人就直接就笑 笑完就没事 哎呦不行了 这个人臣服很深 每个笑话都有他的深意 我真怕这个 那莫子讲的比较多的 我们后来知道比较少 其实莫子的逻辑观念 像这个都是我们现在几乎不太知道 什么知是财也 知者皆也 知者明也 刚刚那个老子里面有自知者明 所以他说大概知的话 就要财有皆 皆什么意思 不知道 也要明 明我们比较知道 那莫得知是的方法 要有闻 要有说 要有亲 这亲具体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明 时 何 为 这个有点像 那个尔雅 界定一个字 会把相似字全部摆在一起 这是莫得知的方法 然后变的方法 所以讲莫就是不尽然也 不尽也 我们现在有 那个有逻辑符号 一个V字 就是A或B 对不对 莫也者不尽然 就表示能不完整 假也者经不然 假也者假定 所以像这个 我们现在还可以知道 大概我们现在用这样的意思 其他已经不太知道 什么意思 这要不是英国的学者 英国是叫李约瑟 他对中国科学文明 有很多的研究 比任何一个中国人 当时的中国人 都要有多的研究 他就写了一大套 他们的计划 叫做中国之科学与文明 那个 竟然不是中国人写的 是一个老外写的 老外请了一批人写的 一批人研究 写了大概四五十年 现在到底出完没有 都不知道 我以前学科学社会学 每出一本 就认真地买了一本 台湾有倒影本的时候 后来连倒影本都没有 好 他还有所谓的三表法 是要本之 原之 用之 详细怎么样 我也不太清楚 我只知道有这个 然后 这就表示 你要怎么样 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 这个逻辑的推理 这样 三表法有好几种 表述方式 它有三种方法 本之者 原之者 用之者 于其本之也 考知天鬼之志 圣王之事 你要追本溯源 你要看天鬼之事 孟子相信有鬼的 他还说 你看他有鬼啊 那个谁都看到 他已经死了 结果有一天大白天 他还骑着一匹马 在战场上杀敌 莫子这样讲 我们所有人都觉得 白天 Are you sure 你不是看到幻觉了吗 当然 圣王之事 都是本质 原之者呢 正以先王之书 所以这是书 这是事 事是流传下来的话 应该是这样 或流传下来的故事 用之奈何 发而为行政 所以为什么这是这样 这个现在 已经不是很明了 这第三个地方 也是讲三个 圣王 圣大王之事 查众之而木之情 发而为政府国家 万民而观之 日者 日者是算命先生 或者是这个 地理先生 就是看命的 然后呢 子墨子 北之旗 知之王 子墨子是 他的弟子 对他尊称 如果 也用这个道理 孔子就应该叫 子孔子 没有 就叫孔子 所以这个 地理师 或者这个算命 就是说 地今日杀黑龙于北方 而先知色黑 不可以北 今天啊 这个 北方的那个黑龙会死掉 有人杀啊 这个地啊 天地啊 所以你是黑的啊 那我不是龙啊 我只是黑啊 不可以北啊 墨子因为是南方人 然后常常磨顶放肿 一天到晚在那边晒太阳 所以比较黑 有人说墨子是印度人 因为他磨顶放肿 印度人很多没有头发 你看那些罗汉 然后那个脚上没毛 因为一天到晚在外面走 然后黑黑的 所以有人说墨子 你看墨就是黑的意思 就是说墨子是南方 是在很南方 就是过了喜马拉雅山 印度人 有人这么说 但没有特别得到大家的公认 所以这个墨子反对这种日者的说法 简单讲 尹文子也是道假的 行明之说 然后明有三科 什么什么之类的 这个都是逻辑学的先驱 当然没有很有系统 这有点可惜 惠师 惠师是跟庄子辩论的一个 最有名的那个人 两人站在桥上 大家考虑了今天晚上吃什么鱼呢 然后那只鱼好不好吃呢 他们不是考虑这个 说你怎么知道鱼很快乐呢 他说我当然知道 我站在桥上看到 那你怎么知道鱼不快呢 是什么什么之类的 你应该知道 叫豪梁之变 那惠师的书 惠师说他学负五居 历史上说他 那他的书呢 其实在庄子里面 他的理论不在 没有一本书叫惠子 那他的理论就记载在庄子里面 所以就是说 至大无内叫做大一 至小无内叫做小一 我们现在大一是大学一年级 小学一年级 那不是这样的意思 这包括很多的 十个他的理论 第十个叫 翻来万物天地一体 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有个地方 说今日四月而袭来 我今天到月 是因为我昨天来的 说奇怪 这怎么会昨天来的呢 那如果国际欢日线的观念 稍微接近一点 就你知道时间跟地点是相对的 或者有时区的问题 好 那就是说天下之中央 燕之北 月之南 我们怎么会月之南呢 如果按照平面来看 月之南就是南半球 燕之北就是已经到北极圈了 有人就认为惠子 显然知道地球是圆的 如果是地球是圆的 那燕之南 月之南 月之南 月之北 那就是可能了 就把那地球稍微绕过来一下 就这个 这就不是一个完全不可解的事情 如果你认为地球是平面的 当然这事情就不可解了 公孙龙也是著名的名家 孔子的弟子里面 有一个人号称公孙龙 是同名同姓 还怎么样不知道 所以白马非马 主要讲形跟色的问题 白马是色 马是形 白马不能代表所有的马 所以非马是这样的意思 其实很简单 照我们现在逻辑观念 你如果用文式图解的话 白马是马里面的一部分 所以马中间有白马 但白马不能代表所有的马 对吧 台大教授里面有孙中心 但孙中心不能代表所有台大教授 对吧 所以孙中心非台大教授也 大概要讲类似这样 但这可能有问题 离间白 间跟白 实 这也是因为不同的属性的问题 那这韩非子呢 是法家 法家用行明 主要跟刑法有关 跟法律有关 跟逻辑比较没有关系 那这个他也有提到 大概用一之道 以明为首 明正物定 明以物喜 所以这个明定很重要 所以这个从儒家的证明 一直可以衍生到 这个因为 透过寻子 然后影响到 韩非子 然后韩非子就把明这事情呢 不是权力跟义务关系 弄到刑法上 然后还反对让有老百姓明智 这个又受到一点 我们认为老子的那种说法 就老百姓不可以让他学太多东西 老百姓就是用来农意用的 明之不可用 由婴儿之心也 怎么样怎么样 就这样 所以法家是非常的 看不起老百姓 当时老百姓因为也 也没有受到什么教育 虽然孔子开启了 平民可以受教育的这个条路 但是那还只是开启了 后面并没有很疯 一直到民国初年 在义务教育以前 很多乡下人 还是没有办法受教育的 虽然私俗放在这个乡下 在每一个村子里面 可能都一点私俗 但是你除非家底 要有一点钱 才能交一点钱 给私俗老师 才能够上课 我的父亲就告诉我 他住在 小时候在河南的一个乡下 那时候呢 家里穷 只能有一个人上学 就是我大伯上学 我父亲排行第二 那我父亲呢 就在私俗外面 窗外 每天没事就在那 人家里面教什么 他外面都会 就有一天 里面的私俗老师 问一个问题 屋里面没有一个小孩 知道答案 我爸爸会 所以你怎么会呢 我每天在外面学 在外面的比在里面的 学得好 所以后来好像私俗老师 就让我爷爷 让我爸爸去念书 大家就交了学费 不能够学开放式课程 这种 不交钱的 所以我喜欢开放式课程 让人不交钱 多多少少跟我爸爸 这经历有关 所以我觉得想学就学 有人学得来 有人学不来 学不来 你逼他干什么呢 这不是完全不需要逼的 这边有这个反明治的这种 还要反变 变没有什么太大意 跟我的想法 结论是一样 想法是不一样 我不是觉得言论自由不重要 还反前世 没有所谓的那种 prevision这种东西 没有这种东西 可是现在很多那种 重视诠释学的人 是强调有这种东西 在你认识一个东西之前 其实你就有一些印象 或者就有一些想法 这样的东西 好 特别要讲一下上书 因为上书号称是商朝的 或文献或是 这个红犯是号称 商朝灭亡以后 商朝的这个有贵族经验的人 就是姬子 传给后人 说如果国家有大事 这讲的都是国家大事 不是我们个人大事 国家有大事 你要这个不太能够决定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 姬怡就是这个意思 怎么去解决 国家遇到大事的时候 大家意见不一致 则建立补识人 你先要找到一个算命的 这个算命不是街上算命 而是当时很重要的巫师这样的 命是十事 找十样事情 就语啊 记啊 蒙啊 这都当时刻啊 真啊 毁啊 然后总共七个 除了这十事以外 还有这个 然后占补五 占用二 就是你补的时候有五 然后要用二 就简单讲 就是那个要取大多数 然后立十人做补事 三人赞成 二人之言 要用大多数 找三个人 赞补 最后万一三个人意见不一致 你就要找这个两个意见不一致的 一个结论 如则有大疑 谋及乃心 如果 这个如 当然是对于统治者 统治者 你不太确定 要怎么做的时候 你先想 你心里怎么告诉你 你心中的声音 谋及轻视 你旁边的这个大臣 谋及素人 一般老百姓 谋及补事 补事是最后做的事情 你应该跟你自己的统治经验有关 你就应该先想想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道主义 或者你相信人的力量 然后你要相信旁边人的力量 你要相信一般人民的这种判断 所以告诉你 中国古代 其实从这来讲 不是迷信的 他建议不要迷信 是非常理性主义的 乳则虫归虫 如果你自己的心 还有那个补出来的龟甲 还有那个嗜草 然后轻视野虫 树民野虫 叫大同 大家都觉得该这么做 你就这么做 这样的话 你会康强 你的身体会好 然后子孙会怎么样 如果呢 乳则虫归虫 嗜虫 然后轻视逆 跟你的讲答案不一样 树民逆 这是急 然后呢 轻视虫 因为这个跟这个补士 补士这里可以超越 轻视跟庶民的那个决定 轻视虫 归虫 视虫 辱则虑 庶民逆 这也急 这个逻辑 这个逻辑有时候就不太 庶民虫 归虫 树虫 辱则虑 轻视虑 这也急 辱则虫 归虫 侍虫 是虫 是虑 然后什么虑 什么虑 坐内急 坐外胸 在内部是急 坐内 然后共为于人 用静急 用坐胸 总而言之 你要考虑到 不同的状态 那里面有好多考虑的因素 这你可以画一个表了 这个什么 庶民 轻视 什么龟 士 乳 这五个部分 然后虫 跟这个腻 然后打勾 你就可以算出不同的情况 对不对 排列组合一下 这里告诉你 然后这个《史记日者传》里面 这最后补充的 这简单的故事就是说 汉武帝的时候 因为汉朝以孝治天下 所以在正式写的时候 叫孝武帝 其实汉武帝 要嫁女儿 就找了一群这种算命的 或者看风水的人来 说可不可以 结果呢 可不可以娶太太 娶妇 她嫁女儿 五行家曰可 堪语家曰不可 算命的意见都不一致 建除家曰不及 从臣家曰 大凶 历家曰小凶 千人家曰小几 太一家曰大几 你看 搞不同算命的来 不同的说法 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如果真的可以知道命 那谁是最接近那个命的 就告诉你 不是这回事 变诵不绝 以状文 最后说 好吧决定 制曰 制曰就是皇帝 最后决定 必诸实际 以五行为主 五行家曰可 人取于五行则也 最后是皇帝判断了 当意见不一致的时候 皇帝说这个 那其他那种说不可不绝的 你不觉得 白搭吗 所以这个 这个故事有什么意思呢 算命的不准吧 可是你看 现在几千年后啊 大家还是相信算命 而且只相信一家算命的 这我刚刚举的两个例子 都告诉你 不要相信一家的 你要相信很多家 很多家算出来 一定不一致 不一致以后 你在做判断 最后还是你在判断 最后讲这个 因为史记有一篇 讲如行 不是史记 理记 如行就告诉你 所谓如是什么意思 这个接近于西方 后来讲的知识人 或知识分子 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告诉你 这个都非常理想的说法 这个我们 我的高中的时候 这是高中课文 我不知道后来 你们有没有读过这一篇 先告诉你 如有什么意思 有一本书叫做 顾讯会转 叫中国大陆编的 这里面就把古书里面的 一个字的 他能找到的 注解的意思 全部摆下来 所以省你很多事 当然如果没有 电脑版最好 我没有电脑版 所以全部我答 比如说说文 如就柔也 数时之称 从人虚声 你发现后来 什么柔啊顺啊 大概就是这样 它总共有52个条目 我这里只列了十条 其他在讲义里面有 我就不多说了 所以如原来就是柔弱的意思 这跟武士 原来的士是指武士 拿刀拿枪保家卫国的 那种武士 到后来如就变成文士 拿笔的 不是拿刀的 这个在西方有类似 所以好像说是 Francis Bacon就说了 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sword 拿笔的人 比拿刀枪的人 是有 更有力量的 有一个笔 可以害死很多人 刀枪只能杀死一两个人 所以如都有这样的意思 柔也 顺也 好 那《循子如孝篇》有讲到 大如之孝 他能够助天下安定 这是如的功能 知识分子也是帮助人 秦朝王说如无义人之国 这也有个答辩 如呢 无义人之国 因为他作为人下 就是义人之上万人之下 他有什么毛病 作为人上他有什么问题 这是如 如 这是寻子 如孝篇的说法 然后他也谈到宗跟道 这都是非常符合孔子的说法 说何谓宗 就是礼义事业 就是不偏 在宗庸里面说不偏 礼义事业 道者呢 非天之道 非地之道 人之所以道也 所以这个宗是礼义 道呢 也是人道 宗呢 也是人 强调礼义 也是人道 君子所道也 君子所谓闲者 非能 他强调是闲 不能 简单说 然后他这个 有很多讨论君子的地方 这个君子就类似后来的儒 那这个大儒 有大儒的说法 比大儒的 隐于穷儒若无 无至罪之地 而王公不能以之争名 这表示他的独立性 虽然王公要找一个穷的要死家伙 他还是大儒 还是会守身如雨 有一个故事 这个值得说一下 我在我的书里面经常提到这个故事 说孔子死了以后呢 孔子的最有名的弟子之一就是子贡 孔子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弟子 他后来变成这个 侠的这个 或者叫秘密社会 或地方社会的一个叫元宪 元宪是一个穷苦人家小孩 元宪的那个传统 孔子 把孔子的传说 就留在乡里 大概传两百多年 到汉朝都还有这样 那子贡呢 是把孔子学说弄在庙堂里 在朝廷里 孔子 那个子贡呢 当了魏国的这个重要的官员 就有一天 很威风的 中国大陆叫显摆 很显摆的这个车 车技连士 马车啊 就一堆马车 就就到了元宪所居的 这个贫穷的地方去 元宪住在 元宪呢 就穿着很破烂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呢 这个子贡呢 就说 哎呦 学弟啊 因为元宪比子贡年轻 说学弟啊 你是不是生病了 你怎么就这样呢 这个元宪非常厉害 因为在罗语里面 宪问齿啊 所以元宪是对于齿 这件事情很了解的 这里面就是要 讽刺这个子贡不知齿 那他就说 我以前上课的时候 听老师说过 没有钱 叫做穷 叫做贫 不是穷 叫做贫 穷是没有地位 没有钱叫做穷 贫 那我呢 没有钱是贫 学了道 而不能去应用这个道 叫做病 我是贫 不是病 可是子贡刚开始问他 说说 你是不是病 我没病 那谁才病呢 学了道不能用 就讽刺这个子贡 子贡当然就摸摸鼻子 就回去了 说后来终身齿之 就表示子贡也学到了 要支持 像这个原先 就是隐于这种漏相之间的 不出来做官的 跟老百姓站在一起 为老百姓谋福利 历来都有这样的人 这边有讲到谁是这样 天不能死地 不能买截托 截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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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道执 之事不能乌 非大而莫之能力 众你子宫是也 这子宫应 可能是子章还是谁的意思 就表示一直有这样子的理想 就是不畏贫贤 不畏负贵 那个所责服 那个孟子就说 威武不能屈 贫贱不能义 负贵不能赢 此之为大丈夫 这是儒对自己的一个期许 当然到了日文 大丈夫变成没问题的意思 这是不知道孟子听完会有什么感觉 然后他还有四种境界 一种叫俗人 一种叫俗儒 一种叫俗儒听不起来 下面叫俗辣这样 雅儒还有大儒 这他有区分 这四种人是什么样的境界 然后特达也有提到 这个学问跟行的境界 最后还是一个行 你看知跟行 行是一体 先是有些东西是你不闻 没有听说过的 听了 见了 知跟行 这是他区分的几大境界 那他也提到性跟情 孔子没有提到这么多 然后他也提到这个像圣人 这也是人的区分 然后农夫 工匠 商骨 君子 这看起来比较像是职业的区分 像我们所谓传统中国的市民 市民是市 農 工 商 这个如果当事的话 他多了一个圣人 圣人是人之所积也 人只要积累了这些德行 就可以变成圣人 那君子跟小人也是 也有这种区分 那个现在骂人的话 如果你不骂人 那君子跟小人 就是关心的事情不太一样 那众人跟大儒小儒 他也有这种区分 那儒行 儒行是礼记里面的 刚刚讲过 他强调儒的自立 就是独立之精神 这个在后来的讲法 你要怎么样不受到这个政权 或者受到外在的商业利益的影响 这个到现在为止都还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所以什么像现在政府的很多政策需要学者专家的背书 什么环平需要背书 当然有那种政府指派的专家 那也有这种独立的那个学者 但是最后看票数 所以这个也是现在民主有时候 还有容貌在外表上面 这个衣冠中动作肾 儒跟道的最大差别 道家在穿着上面是很不在乎的 要特别有这种飘逸的感觉 儒家是要把他穿得非常正式的 儒家很多礼的规范 好 那这个接下来他被遇 被遇就是他在日常生活的那个状况 这个是很不一样 禁人 理论上要 要这个 说他禁人这样 不保禁欲 他在乎的不是这物质的财富 他在乎的是道德这样的东西 特利 我们现在都讲特利独行 这边也是一样 建利不亏其义 独不是不建利 那建利的时候也会考虑到 我这样拿恰不恰当 像我们有一位官员说他到大陆交书 连续交的话28天 没有拿人家一毛钱 那这个没有拿人家一毛钱 不是指他没拿钱 而是说他该拿的都拿了 没有拿不该拿的钱 所以该拿都拿就终点费啦 来回机票啦 住宿啊 这都拿了 这是该拿的钱 所以建利不亏义 这个义就是该拿的钱啊 那该拿钱以外我没拿 所以他说他没拿钱 当然他刚才讲说 他在大陆交28天书 没拿钱 所有人都笑 怎么可能 哪有人交书不拿钱 而且他对方一定会给你啊 而且现在大陆给的 都是很优渥的 不会是台湾这种终点费啊 所以这个是建利不亏其义 但很多人都误以为 把洋货讲的话叫做 为人不富 为富不仁 所以你有钱 这个人一定不是好人 你不是好人 你一定会有钱 这已经不是儒家的想法 但大部分人认为 这句话讲起来太像儒家 你就把儒家搞得太宅 这一样建利不亏其义啊 还是要利啊 还是要那个 赚钱叫做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啊 后来把儒家变成 好像不在乎钱 那就是错的 那后来像我们教书的人 就这样啊 你们教书了吗 你们应该不在乎演讲费 或者我演讲费 该拿出来回捐吧 这都是看不起我们这些人 甚至真的非常看不起啊 觉得你们不需要这个吧 你们重视的不是钱财吗 不是吗 不是的 我们重视的是钱财 我们重视的是建利不亏其义 然后刚义啊 这也是一种道德上的描述啊 这个自立啊 他谈到第二次啊 他说忠信以为甲咒 我们靠的不是真的那种甲咒啊 盔甲 我们靠的是忠信 礼义为甘乳 我们人家拿着那个那个武器 我们是拿礼义的啊 带人而行 人家戴的是帽子 我们戴的是人 抱义而处 我们抱的是义 别人可能抱的是别的东西 虽有抱证 不耕其所 这句话 历来的知识分子 很少人真的是这样 历来的事 其知理有如此者 坚持自己的想法 理想 这种很难啊 还有事 这个你看一下 忧思 你会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我到了苏州城 苏州火车站 高铁站出来 一个圆圆的雕像 谁啊 范仲淹 就是讲刚刚那句话的人 宽裕 这讲的不是生活 而是他的态度 然后举贤原能 你真的是一个知识人 你会知道谁有才 谁没才 你在聘用人的时候 不是要聘用 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人 而是聘用 真的有贤能才能的人 然后任举也是一样 见善已相识 绝位相先 你会让 闻善已相告 有好的事情 我就告诉你 见善已相识 有好的事情 我就给你看 彼此 患难相死也 我跟你共赴患难 久相待也 远相治也 这是跟朋友 特立独行 早生而遇德 就好像洗澡一样 洗澡你用的可能是 那个肥皂 或者沐浴经 他这里是用德性 这都是比喻了 归为 不成天子 下不是诸侯 上不成天子 下不是诸侯 你有特立独行的 虽然你有老板 你可能 如果他符合你所相信的道 你会去帮他忙 他不符合 你就不理他 所以这个是 归为 交由 如有 和志同方 迎道同树 和志了 我才跟他在一起 目标是一样 迎道同树 我们所用的做法 也是一样 都是正道 并立则乐 乡下不厌 久不相见 闻流言不信 虽然我们很久不相信 别人在网络上 散播他的谣言 我都不会相信 因为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知道 我了解 所以这个是他的交友 尊让 也是 这跟儒家讲 儒的界定 但是也有诟病 在那个时候 汉朝的时候 儒有不允惑于贫贱 不会因为贫贱 然后改变自己的想法 不冲出于富贵 不会因为富贵 然后就妥协了 不会君王 不雷掌上 不会因为跟着人家乱混 不明有思 故曰儒 意思是说 他有他的想法 有他的理想 他坚持 可是今众人之命儒也忘 今天讲到儒 都是开玩笑的话 都是乱讲的 常与儒相诟病 讲到儒 在那时候 就是用来骂人的话 这是儒行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大部分 好 什么 都要找到 我 没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